哈喽 大家晚安 拜拜 晚安 謝謝潤溶的真情告白 哈喽 茄子晚安 蝦卡拉卡晚安 哈喽 Jason 太空晚安 好寶寶笑聲晚安 哈喽 好寶寶晚安 啼勒晚安 謝謝傑卡摩露 閃得太好牛 阿啼勒晚安 九蛋晚安 今天晚餐吃什麼 我今天要吃55塊錢的便當 因為今天也有練習 然後我剛剛才到夾身 晚了一點開 然後我 我現在身上都是汗 因為剛騎腳踏車回家 有點 有點狼狽 餓死我了 有運動就餓得特別快 對 明天就是 明天就是我們 第一次的線上公演 大家準備好了嗎 其實我好緊張喔 因為 之前有跟大家說過 第一次線上的公演 就是 鏡頭什麼的怎麼看 就是 不是那麼熟悉 看鏡頭這件事 雖然說已經拍過 四次MV 然後 加樂團的話 拍過五次的MV了 但是 但是這種現場表演的感覺 還是不太一樣 所以還是 還是 還是 就是特別緊張 窮到兔晚安 哈囉 羊蟲 謝謝洛克的看到你喔 買好零食肥宅水 對耶 平常看公演的時候 你們都 都不能 場內是禁止飲食的 這次線上公演 你們 你們可以邊 喝肥宅水 邊吃垃圾食物 看直播耶 看LIFESHOW 很棒耶 大家 大家 這很享受耶 平常公演的不能飲食耶 這次吃到爆好不好 多買一點零食 超享受的 好像還不錯喔 但是 不會看到 MINA太可愛 就 流口水來 哈囉 鴨鴨子啦 晚安 麥叔叔的M是我的耶 喔 喔 要邊看直播邊吃麥叔叔 是不是 你堅持食物不能帶進房間 好吧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原則 你也可以在客廳看啊 可以用大螢幕看的話 感覺好像還不錯 邊打扣邊噴羊羊 正吃得滿嘴滿愁 突然 突然 到要打扣 阿姨死得噗 哈囉 鑽樂晚安 阿蕭晚安 哈囉 史努比 易凱晚安 晴天晚安 班主機接電視 用大螢幕看還不錯 對了 話說上次發現那個 黃白光好像蠻好看 所以我今天也是用黃白光 但是 我現在切白光 你們看看哪個好喔 白光這樣 是不是白光比較好啊 我的臉好油膩喔 都是汗 好油膩喔 是不是白光 白光比較好 我真的是安安不分 我要把自己殺死 哈囉 季風亮晚安 美不晚安 今天好寂寞都沒人直播 我是人啊 我就是人啊 難道你不認同我是人 你覺得我是倉鼠嗎 我是老鼠 好不好 我今天是兔子 兔子 我在想我要不要綁我的 黃色耳朵 可是我今天馬尾好像綁太低 有點看不到 是不是綁高一點比較好看 還是我綁高一點 我綁高一點 等一下我 謝謝紅影的 那是什麼 看不到太快了 心怒歷程 謝謝KILLER的夏令妮背包 這是一隻很喜歡兔子的倉鼠 其實我也很想要有倉鼠梯子 其實都很少看到有賣T恤上面有印倉鼠的 所以通常最常見就是熊跟串子 不知道要問什麼 可能熊跟兔子是特別受歡迎的兩種動物吧 軟萌軟萌 不過倉鼠也是很軟萌啊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謝謝季風亮的行李箱 槍鼠變身 我要綁高一點 看起來比較有元氣 有嗎 阿嬤綁頭髮都 都是很 很緊的 阿姨綁頭髮 阿姨綁頭髮 剛剛好 有嗎 有比較 有吧 側面看起來比較高 謝謝正人的啾啾喵 我的臉真的看起來油光滿面耶 我用蜜粉吸個油好不 我真的 我真的是剛到家 我真的是剛到家 我現在真的是 看起來好油膩 因為 因為 練習流很多汗 然後騎腳踏車回家 也很多汗 我現在看起來超油膩的 我吸個油 油光換法 真的 真的是 真的有差 我看起來好多了 我是不是看起來好多了 有吧 有差吧 我剛剛真的超油膩的 我覺得我剛剛看起來 就是 很像肥宅 很油膩 沒有啦 不是說肥宅都很油膩啦 我只有我很油膩 不要誤會 每次講完話 怕大家誤會 一聲油膩 奶奶 奶奶要咬 怎麼那麼咬 拍不到 手太短 對肥宅有意見 我 我不是肥宅 我是宅女 我是宅女 但我不肥 我不肥 我只是臉緣 激動什麼 誰在說我臉緣 我就是 跟他拼命 要不要綁這個 好像綁得比較ganky喔 這次的驚嚇度還好 對 因為我已經長大了 不會再那麼容易就被嚇到了 嚇不到我的 知道嗎 如果有 握手會的話 嚇不到我的 什麼會嚇到我 蟑螂吧 呵呵 Mina是有腹肌的場所 腹肌喔 我最近其實 比較少在練 因為最近 晚上 最近都是下午後雷陣雨 然後晚上的時候 我就會去跑步 我晚上就不下雨 謝謝志宏 奶奶晚安 我買了便當 因為我來不及 來不及煮 而且我超餓 所以我就想說吃便當 我還蠻爆的 為什麼 因為今天 拍攝有 特影現場有便當 然後後來下午 因為我嫂子說要吃炸雞 後來去那個團裡面的人 請吃炸雞嗎 對 就幫我叫老炸雞 我跟你們說 我剛才去買便當的時候 我超想要點炸雞的 但是因為明天就是公演了 我要讓自己維持在好的狀態 所以我後來還是選擇了 就是 香煎雞腿排 雖然雞腿排 一直是我 買便當的時候最愛吃 我每次去便當店 我都是 基本上 十次有八九次 都是點雞腿排 偶爾會換別的 如果沒有雞腿排 我才換別的 對啊 然後 今天剛量體重 為什麼你們知道我們今天有量體重 為什麼你們知道 你們消息好靈通喔 對 好啦 今天有量體重 我就想說今天有量體重 應該晚餐就是可以放肆的吃 而且因為今天練習 練習完的時候我超餓的 而且因為要量體重 我就早餐不敢吃 就是早午餐一起吃 就超餓的 謝謝花生神魔術的夢幻星座 對啊 可是 可是 晚餐就很餓嘛 因為今天就只吃了麵包 跟 最近很喜歡喝那個便利商店 有賣一個杏仁奶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 一瓶35塊的那個 好好喝 我第一次喝的時候覺得 好難接受 因為它那個好像是無家糖的 然後杏仁味很重 然後一開始喝覺得 有點難接受 對 但是我後來又 又想說 嗯 就是再試一次看看 就是那個東西我試不過三馬 所以我 像納豆我第一次吃的時候 我也是覺得 哇這什麼東西超臭難吃 就是這樣子 但是後來就覺得 怎麼可能 日本人那麼喜歡 為什麼我會不喜歡 應該是我 我要去學習 就是適應別人的東西嘛 所以後來就 多吃了幾次之後就愛上了 然後那個杏仁奶 我第一次喝的時候 我覺得這什麼東西 這什麼東西 沒有味道沒有糖 好奇怪 但我今天在試一次我突然發現超好喝的 我想天天喝耶 我覺得好奇妙喔 就是很多人會很挑食嘛 但我自己是不挑食的人 但我也不是對什麼東西都是 就是沒有任何的味覺 就吃什麼都好吃那種 不是 我也是 我也是對一些新的東西 可能會 第一次吃覺得 很難接受 但是我會願意多嘗試幾次 像苦瓜 我第一次吃的時候也不喜歡 苦瓜跟青椒這些都是我 第一次吃無法接受的 但是 後來就是 讓自己再去多嘗試 然後你總會找到 你一個你喜歡吃法 就比如說 苦瓜你直接炒 你覺得很苦 但 比如說你把它 用鹹蛋味蓋過去 你可能就覺得還不錯 就是你可以嘗試 就是那個東西你不喜歡 那你可以嘗試他的其他吃法 其他做法 然後 你試過之後 你後來就會慢慢能夠接受 這是Mina不挑食的秘訣 在這邊不嘗試分享給大家好不好 希望大家都能成為一個 不挑食的好寶寶 有什麼到現在還接受不了 我沒有耶 我真的不挑食 我什麼都吃 我沒有不能接受的東西 只有我沒吃過的東西 比如說 比如說什麼 什麼東西我沒吃過啊 什麼東西我沒吃過啊 一時間想不到 這是比較特別的東西吧 飛魚罐頭 飛魚罐頭我沒吃過 不過我會願意嘗試啊 但是我要用 但是我要用正確的吃法去吃它 因為 因為像我看影片很多人都是直接 直接打開那個罐頭 直接吃 那當然是 味道很重啊 就像臭豆腐味道也是很重 納豆也是啊 你納豆直接吃你不加黃芥末 那它就只是一個黏乎乎的豆子 所以你吃什麼 你一定要用它正確的吃法 像飛魚罐頭很多人說很臭 但是我看過正確的吃法 好像是要配馬鈴薯啊 然後搭配麵包啊 餅乾 起司等等東西 加在一起吃 它就會是很融合的 所以我覺得 比如說 有一些外國人 就嘗試台灣皮蛋 他們都覺得皮蛋好臭很難接受 但是他們皮蛋直接這樣吃 當然不好吃啊 就是一定要加醬油膏啊 就是一定要有它的搭配在 所以我覺得 我相信沒有一個東西是很難吃的 就是 就是 你要找到正確實用它的方法 不然那個東西它沒有存在道理嘛 除非是對身體好的東西 通常對身體健康的東西就是難吃 比如說苦茶 比如說苦茶 欸當然要跟你們講喔 那個 因為之前生日會的時候 我不是喝苦茶嗎 然後喝第一口的時候 我真的是 直接變苦瓜臉 就是真的是 排鈴 很難喝 然後後來因為沒有人要那個苦茶 而且還買了兩杯 所以後來就現場 炸掉一杯 然後炸掉之後覺得超痛苦 就是 很難喝 但我不想浪費 因為一杯60塊 那麼小60塊 所以我就秉持不浪費精神把它喝完 然後另一杯就是想當然了 也是沒有人要帶回去 所以我就秉持著不浪費的精神 沒有我需要一杯夠了 一天一杯苦茶真的夠了 真的是很苦 後來我就把另一杯帶回家 然後後來 後來 後來我 我就 一直放在冰箱 我放了好幾天 一直不想拿出來喝 因為我一想到那個苦味 我就 我就覺得 就是那個苦味 你知道喝過之後 就是三天你不會想再喝苦茶 就是很難以萬懷 但是 沒有我就算一輩子也不想再喝苦茶 但如果你是偶像 玩什麼懲罰遊戲 可能 就 就會需要喝苦茶 結果後來有喝啊 結果我放了三天 苦茶沒那麼快壞吧 反正就是可以放滿 反正我 隔了三天之後我就想說 這個還是要把它喝掉 所以我後來就喝 哈囉出風王 謝謝孝賢的守護回家 後來我就喝掉了 然後我就是 他這個又不怕酸 他就塞很多是改的 有嘗試不同喝法的沒有 我覺得苦茶你就算加了 你就算加了一堆糖 他還是苦的 所以我覺得 不如乾脆也直接把它喝掉 放酒變好了沒有 就是 還是一樣很苦 但是 我就是 覺得不要浪費 還是把它喝完 就是 因為他是對身體好的東西 他不好喝 但是對身體好 所以我 願意把它喝掉 但是 就是 喝掉之後 我就覺得好像沒有第一次喝那麼苦 就是 當然還是不好喝 但是 好像有 慢慢 可以接受 就是 我喝完第一次的時候 我告訴你我不想再喝第二次 但是因為 我把另一杯也拿回來 所以我還是要把它喝掉 然後我喝完第二杯的時候 我覺得 好像 就是沒有像第一次 我就是喝完之後 我就很抗拒 然後隔了三天才喝 我現在就覺得 你如果現在給我一杯苦茶 我還是願意下掉 就是 它是苦的沒有錯 但是 就是 我可以再喝 會苦進來 我覺得 嗯 它沒有苦進來 但是就是吃完要喝 要吃那個鮮渣 不然那個苦味會 就是不太好 但是 就是對身體好的東西 手頭壞掉 不是 就是 我覺得很神奇 很多東西就是第一次嘗試的時候 你會覺得 很難以接受 但是 第二次第三次 你願意去嘗試的話 就 也許 就能慢慢去接受它 我覺得我算是一個 接受度蠻大的人 迷戀上苦茶味道 一次也沒有 也沒有到迷戀 但是就是 就是 我可以喝 但是不會 不會到喜歡的一個味道 就比如說有時候 身體 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你會想吃一些甜食 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的時候 你會想要吃一些甜食 就是 慰繞一下自己 你就覺得 好幸福喔 吃甜食很幸福 這樣子 那苦茶這個東西就是 你沒事 你不會 你不會 想要去喝它 就是可能你哪天 火氣大的時候 你會想說 我要喝一下苦茶這樣 讓身體就是 大掃除一下這樣 謝謝強盜兔的夢幻星座 哈囉休者晚安 心情好的時候 喝一杯苦茶 我想想 心情不好的時候 喝苦茶 喝了之後你就會覺得 其實心情也沒那麼糟嘛 我都說了 苦茶不苦 苦的是人生 你想著自己悲苦的人生 你就會覺得 其實苦茶一點都不苦啊 就是這樣子 真的 我其實到現在還常常會有一種 覺得人生好苦的感覺 就是我覺得我自己的人生 就是 在我20歲之前 我其實就覺得自己經歷蠻多東西的 然後到 甄選這段過程 我又覺得我的人生又變得更 在滿足什麼 就覺得自己人生真的是 蠻曲折的 就是 從 澳門台灣 澳門台灣 這樣 來回跑 然後 輸毒到一半啊 等等的 然後像我是 在2015的 AKB真選 我也有報名 但是我那時候書神都沒過 所以我就覺得 自己可能真的長相不行 可能不適合做偶像什麼 就是 抱持這種想法 就覺得算了 我可能賽也無緣了 雖然我很喜歡偶像這個工作 但是 後來看到 那時候是TPE的真選 我還是 想再試一下 喔對 跟大家講一下 我那個以前讀五專的時候也是啊 那個 參加我們戲上的那個歌唱比賽也是啊 我連續五年 我每一年都報 每一年都沒有進決賽 但我就是一直報 我就是這種 打不死的蟑螂 我自己很怕蟑螂 其實我自己就是蟑螂 我就打不死啊 我就是那種 我不怕失敗 我只怕我沒有嘗試過 我會後悔 對 我的名言就是 就是 我的名言是什麼啊 我 突然 突然 不是 就是反正我秉持的一個精神啊 不算是我的名言 反正我秉持的精神就是 就是 就是任何事情都一定要嘗試過才知道 就不管結果如何 總比沒有試過後悔來的好 因為我知道我 我這個人的個性 我如果不去試 我以後一定會後悔 對 我不管 我不管這個工作 就是 其實我真的是一個 我雖然很省錢 但是我 不是那麼在乎錢 就是我可以 不賺錢 我可以不賺錢 但是 就是 要過得開心 所以 我 我算是一個很 對 就是不怕失敗 我很願意去嘗試的一個人 明言 我是蟑螂 不是啊 蟑螂的那個韌性是有的 韌性知道嗎 不是我很韌性的韌性 韌 強韌的韌 其實2015的真選還蠻多成員都有去參加的 我記得嘉莉跟才嘉好像那時候也有報名 但他們 他們也是 輸省就沒過 不是啊 那時候的 那時候的評選標準可能比較嚴格 就是可能那時候沒有打算選很多吧 還是怎麼樣 就 就沒有選項 但 後來 後來能夠進到 TINGTP我覺得也算是蠻幸運的 也算是蠻幸運的 很幸運可以認識你們 對啊 不然我現在 我現在可能還是那個 就是 深受霸凌影響 然後還在那邊內向 自閉的場所吧 也沒有到很自閉啦 我雖然 我雖然是 對就是一個被 被蠻好欺負的人 但是 也不會因此自閉 我還是蠻 就是相信世界很善良 我還是很樂觀很積極正面 就是我找了自己的興趣嘛 那時候學Bass的時候 就覺得 人生有一個目標欸 我有東西練 我就覺得很有成就感 對 那現在的話就是 對不起我真的好久沒有錄COVER 那因為 最近就是 恢復練習之後 就是訓練強度就是變得蠻大的 然後加上因為我自己就是 最近要 鍛鍊 把自己 修 不是休息 我這根本是頹廢了兩個月 因為就不能出門跑步 我要把那兩個月份補回來 所以我最近跑步跑得很輕 每次都要跑一個多小時一個多小時 但跑的速度就比以前還要慢欸 我就覺得好煩喔 什麼時候能回到以前那樣 雖然戴著口罩也是有差啦 但就 就覺得體力要再加強這樣子 對所以最近就比較忙 因為除了訓練之外 我甚至平常訓練練習完之後啊 我會可能10點半11點再跑去跑步 然後跑到12點才回家 就是 練習完已經很累了嘛 然後我是一回家放好包包 我就 我會換我 因為我跑步有習慣的慢跑鞋 比較舒服 所以我都 我會回家就是 換好 換一下鞋子什麼的 然後 跑步的時候 欸我都會帶那個 啊現在拿去洗了 我跑步都會帶 Tim TP的那個橘色的護腕 你們有沒有買啊 就是那個護腕 我覺得跑步的時候超好用的 我每次跑步都一定會帶那個 Tim TP的護腕 我自己有兩個就是 交替的用這樣子 就跑步的時候那個擦汗很方便 對啊 超方便的 那個你們很多喔 那個跑步超好用的耶 反正我 跑步都會帶那個 就是我有自己跑步的一身裝扮這樣子 反正就會回家換好 然後 就是再去運動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練習完就可能10點 然後我去跑步可能就要11、2點這樣子 但是 但是我真的好喜歡跑步 跑步好開心 超有成就感的 購物袋也有一大堆 七匹的袋子 我覺得可以再出袋子耶 但就是出成員個別的 我覺得還不錯啊 成員個別的那種漫畫風 感覺還蠻不錯的 或是讓成員自己設計 下班回家就生無可練了 對啊我昨天也是 我昨天也是跑到快12點 但原則上不超過12點啦 因為超過12點太晚了 有點怕危險 最近看很多X調查 什麼晚上女生一個人回家 然後就出意外 我就覺得好恐怖喔 我昨天也是回家放好東西 然後10點半左右吧 出門就跑步 然後奶奶看我說要出門了 她說 蛤 你不累嗎 你不是才練習完嗎 你不累嗎 我說我很累啊 可是我太胖了 我太胖了 我要去運動這樣子 看太多X調查 對啊但是覺得 但她講的很多 基本上她講的都是 日本的懸案 或者是歐洲 美國英國等等的 我還蠻好奇台灣有沒有一些懸案 還是台灣的治安比較好嗎 因為我目前回家是都蠻安全的 剛剛量幾斤 就差不多40億 但是我想要 就是 就是我的標準是要40公斤 所以我現在 41.0 就是 我希望可以再下來一點 我希望可以再下來一點 如果可以三開頭當然是更好 因為三開頭的話 我才有 本錢就是吃東西啊 不然我每次量體重錢 我就不敢 不敢吃東西 可是如果我今天吃39公斤 我回到39公斤 我就是可以 我就是可以 量體重我也照吃 反正吃完之後 我40公斤是最剛好的 就是 吃完還有那個 扣打 懂嗎 呵呵 可以 多拍 三開頭太瘦了 但是要讓自己有那個扣打吃 我就是 現在41還是 有一點 微胖 再瘦一點更好 事實是最剛好 但是因為我自己就是有時候吃的多 就是容易超過 所以我覺得要讓自己 就是控在三開頭 這樣我才有起伏 就是才有扣打 讓自己有一個吃的扣打 你們要體重怎麼辦 你們沒有關係啊 因為奶奶她很長 就是晚上12點了 然後突然說 欸你要不要吃薯條 我說蛤我都已經刷牙了 對 讓自己不要吃宵夜的方法 就是越早刷牙越好 你刷好牙你就會告訴自己 都刷了 如果再吃東西要再刷一次 好麻煩喔 不要吃就是這樣子 然後奶奶 奶奶是 奶奶是 她很長就是 晚上12點 然後就突然說 我肚子餓了 因為晚餐可能就是吃 比較早吃嘛 然後12點她就說 我肚子餓了 我想吃薯條 因為她最近買氣炸鍋 所以她就 她就喜歡 她就蠻喜歡吃薯條的 或是一些氣炸的東西 她最近很喜歡氣炸包子 呵呵呵 然後她就會拿到房間吃 超香的 超香的 然後我就告訴你 不能不能吃 我要睡覺了 我要睡到12點吃什麼宵夜 然後奶奶一邊吃就說 蛤怎麼辦 這樣子我會不會變胖 然後我就說 沒關係啊 你又不是偶像 不是偶像 真的不用在意體重好不好 如果我今天不是偶像 我天天吃宵夜 我吃爆 我超開心的 我其實是個吃貨 我不是吃不胖的類型 我是喜歡吃的人 我是喜歡吃東西的 倉鼠 不是人 對反正就 但因為身為偶像就是 必須要控制自己的體重 特別是看完奧運之後 我真的是被 他們的故事感動耶 要真的要讓自己一直維持 在那個體重 我就是有時候會起起伏伏的 對 所以 所以囉 就是 要克制 特別是現在 明天就是公演 要再克制一下 明明當偶像前 喔對 當偶像前還更瘦 當偶像前有一些壓力 你知道我真的有壓力 就會想吃的人 我就從37吃到39了 然後回不去 我現在回不去 我還蠻想念37公斤的 我的 對 但是 但是我37公斤的時候也 我剛進團的時候 就是37 但我那時候臉更肉 對 就是 也看不太出來 我覺得 39差不多啦 39差不多 以前有點 以前不知道要怎麼吃的 以前 以前到底怎麼吃的 體重不影響 完全不影響 而且甚至成反比 就是 一般人應該是體重越輕 臉越瘦 雨晴 雨晴就是這樣 雨晴他每次一瘦的時候 他的臉就凹下去了 然後我的話 我鋼筋團的時候是37公斤 然後臉比現在膨超多 然後我現在41 今天量41.0 然後 然後我的臉比那時候瘦 但是 當然也還是膨的啦 對反正就是 很奇怪 就是 你看我的臉看不準 因為我的臉就是 有時候早上 早上特別膨 看過我中午剛睡醒直播的人 早上真的超膨的 我的臉 所以我後來就不是很喜歡 就是中午直播 或是早上真的不行直播 我早上真的是 那個剛睡醒 那個從棉被 棉被暖呼呼的 然後剛蒸好那個包子 砰到一個不行 真的是 你們就知道為什麼奶奶 每次出門前 她都要捏一下我的臉 而且我好幾次都是那種睡夢中 然後 奶奶就這樣捏一下我的臉 然後就 在睡覺就看愛她 然後奶奶就 嘿嘿嘿 就是 在那邊唱一笑 然後她就奶奶可以去上班了 然後就很開心的去上班 然後我就 又繼續去睡這樣子 或是晚上有時候 12點 我開始 開始困了 不是 或是有時候我沒有睡午覺 有時候我沒有睡午覺 然後我就開始困 然後奶奶就看我的臉怎麼吹吹 她就捏一下說 你現在很想睡覺 然後就 她說不然你去睡一下好了 這樣子 或者 只要我想睡覺的時候 然後 我的黑眼圈也是喔 我想睡覺的時候 我的黑眼圈就會變得很明顯 然後 我的臉牙漏就會開始垂垂的 所以奶奶一看就知道我很困了 那個動漫人物你知道 就是很困或是沒睡飽的時候 就會畫那個很重的黑眼圈 對不對 我都覺得這根本就很動漫 結果後來是奶奶發現的 她就發現 我只要困的時候 我的黑眼圈就會變超明顯 就是真的 這麼明顯嗎 好神奇 我也覺得好神奇 一般不是要好幾天沒睡覺才會變亮嗎 我怎麼只是困了而已 就 那個熊貓眼就出來了 開心的臉頰漏會什麼樣 我也不知道 你們告訴我 我自己 我自己真的看不出來 是奶奶根本就是臉頰觀察家 她可以觀察 觀測 她觀測我的臉頰狀態 然後知道我現在的 心情或是怎樣 有時候心情不好就 然後心情不好好像蠻明顯的 就是 就是 嘴嘟嘟臉鼓鼓的樣子 心情不好 這個蠻明顯 但想睡覺那些是奶奶每天觀察 她才知道的 以前比較漂亮 你說比較喜歡膨一點的臉頰嗎 我現在還是很膨耶 看了二十幾年是專業的 而且對 厲害了 這個臉頰二十幾年 還那麼膨耶 我這個嬰兒 嬰兒肥二十幾年還這麼膨 這正常嗎 這不正常吧 哈囉 就是晚安 我的情緒都寫在臉上 人家都心情寫在臉上 我寫在臉頰上 好了我要來吃我的便當了 我快餓暑了 本來我今天想說我不要等你們 我要自己到家就先吃 就我到家已經快 就是七點前十分鐘 六點五十 所以我 我花朵 本來不想等你們 結果我一開直播 還跟你們聊了半小時 我現在才有吃 五十五的便當 將將將將將 今天 因為現在青菜很貴 沒有茄子啊 因為現在青菜太貴了 所以就盡量都選蔬菜 因為蔬菜太貴了 就買了地瓜葉 然後這個白菜跟豆干 我要先從地瓜葉吃吃 いただきます 我之前都買五十的 可是因為五十的那個比較 離我家比較不順路 就 離捷運站不反方向 所以我就 我就 今天就買這個貴五塊錢 但是 因為我好餓 我好餓 想吃便當 肚子餓的時候 就會突然想要吃便當 因為每次吃便當 都吃超飽的 我最愛的雞腿牌 外面看到便當賣七八十 我都買不下去了 七八十的話我寧可自己在家煮 這個的話是我覺得 我在家煮 我那個瓦斯費都不只五十五塊了 所以我就會願意去買便當 五十五跟五十五是主菜的差別 不是 其實是 其實是地理位置的差別 這家店它的 地理位置比較好 所以它賣比較貴 不然我們這邊便當 基本上都是賣五十的 因為我們住的地方比較鄉下 我們便當金屋 也是有貴的便當 但是 有五十塊的 然後五十五的這一家是 地理位置 就是 就是抽水馬龍 比較方便 所以我今天也是 因為我今天 就是從捷運再回家 比較順路就買這家 五十五 沒有小飯 沒有小飯 我每次都不會小飯啊 因為那個飯我可以留著 下次炒飯我根本還要小飯 飯也是錢 我不會因為小飯 它就少收我五塊錢 並不會 台北便當一個要一百還買兩個 一個吃不飽是不是 可以加飯啊 飲料比便當貴 我跟你們講 現在真的 現在真的飲料手搖都 越來越貴了 有時候一杯八九十的 我真的是買不下去了 所以我都不喝飲料啊 除非是 除非是有人請 像我們有時候去 以前去笑唱的時候 然後 我記得我們笑唱最後一場 不是每一場都有飲料 但就是笑唱最後一場的時候 經紀人姐姐就覺得 啊 為了我們就是 這陣子跑笑唱那麼辛苦 然後就請我們飲料 然後我就 開心 就是很久違的喝飲料 特別珍惜 因為我自己真的捨不得買 我就每次想到便當 一個五十塊 然後我喝一杯飲料 又吃不飽 吃不飽又會胖 然後 還那麼貴 都快要買 都可以買兩個便當了 我就覺得 還是別 還是別 就是完全找不到買飲料的好處 雖然是 飲料是蠻好喝的啦 但是就是 不知很貴 省錢會吃福隆便當 福隆便當很便宜嗎 喔還有甜甜圈 甜甜圈是司機大哥的 親戶門的 司機大哥因為也是 就是每次都是固定的一個司機大哥 所以他每次 每次送我們消場 他也是 他其實也蠻辛苦的啦 但他也是 他覺得我們表演更辛苦 所以最後一次的時候 他也是買個甜甜圈 請我們 而且三個UNI都有 我就覺得哇 司機大哥太貼心了吧 而且 司機大哥很辛苦 因為他每次 開車廂看距離嘛 有時候 有時候去比較遠的 那一天那樣子 去一趟三個小時 然後來回可能一天 開了六小時 所以是很辛苦耶 而且司機大哥在車上 然後聽我們成員在那邊吵鬧 我們有時候坐廁所 就在那邊聊天 然後就很high了 然後有時候 在車上就當卡 然後可以在那邊唱歌什麼時候 然後司機大哥 要被我們魔音傳惱 所以是很辛苦 我們都坐廁所都超吵的 通常回程比較安靜 因為回程已經累了 我們就會睡覺 司機大哥想說 喔 終於安靜了 司機大哥見解聽演唱會 可是我看不到我們跳舞啊 因為大哥開車只能看全面 這個是雞腿牌 55塊 CP值超高的吧 我們坐車的習慣 就是 上車就是隨便 隨便放音樂這樣子 準備喲 我吃一塊豆干 有時候我們上車就隨便放 然後每次 可能到 快要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前十分鐘就會開始放 我們今天要表演的歌單 比如說 烏吼烏吼吼 就可能有時候很累 在車上睡覺 然後 快要到的前十分鐘 你就會聽到 然後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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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手牽傷 手牽傷 然後就 要醒了 就 一聽到歌就要醒了 就是代表地方要到了 而且你要開始就是 打起精神來 就是要進入狀況內了 很恐怖欸 每次在車上 一聽到我們歌的時候 就 問人在休息了 馬上要清醒 成員都很容易被音樂控制 就是有時候我們在 練習的時候也是 我們就成員可能在外面 喝水休息什麼什麼的 就 大家休息很累嘛 然後突然有人放音樂 然後大家就會突然 開始就要動了這樣子 大家就是一聽到音樂 馬上就有動作 這已經變成一種自然反應 放Over 2 Over 2平常不會特別放啦 Over 2又沒有要練習的部分 放在車上放歌 只是讓我們就是 有進入 早點進入狀況 謝謝加油 能看看你喔 感覺下行的Mina有看 可是其實我在車上很少睡覺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在車上都 不是很睡得著 應該是因為前一天都睡得很飽吧 我每天 都會睡飽七八個小時這樣子 所以通常去城成員在睡覺的時候 我都 就沒有在睡 我都做自己的事情 回城的話我才會睡覺 那通常去城的時候我都是親子的 那中用TP的歌 那是要邊跳舞邊起跳 我不要用TP的歌 這樣我自己每天跳舞已經聽到很 很怕自己會膩你知道嗎 如果鬧鐘這樣用自己的歌真的會 不想聽欸 會聽到討厭欸 我覺得用鬧鐘的歌都會變討厭嗎 白菜後面是豆干嗎 沒錯 但我習慣就是一道菜一道菜吃 他說這個地彎也太長了吧 他不用切一下嘛 那麼慘 謝謝今天你們的夢幻星座 Mina是好寶寶 當然囉 車上真的不太好睡 鬧鐘是Mina唱的歌 哪一首歌 我唱的歌你們起的來 該不會是什麼不要生氣吧 不要生氣 然後就臭生氣把鬧鐘關掉 謝謝Snooby的玫瑰好 謝謝0112 Mina參與地瓜跟地瓜類 是不是兄弟動 有真的嗎 沒有欸 可是 那就是兄弟吧 地瓜跟地瓜耶 那不就是兄弟嗎 哇 這個 也太長了吧 我要怎麼吃 等一下 鬧鐘是Mina甄選錄的 對你上次講的時候 我還特地找我以前 我以前錄的那個就找不到 然後後來去翻我的信箱 還好我的信箱有那個 寄件備份 然後我才找到我以前錄的那個鬧鐘 我到現在覺得那鬧鐘錄得很好耶 應該聽過的人很小吧 我本來想說要不要錄個鬧鐘 2.0的版本 但我覺得我沒辦法 沒辦法超越那個時候的自己耶 就怎麼講 我那個時候就是好可愛喔 我那時候好可愛喔 我覺得我現在沒辦法超越那時候的自己 所以後來就一直沒有錄 我覺得真的 我那時候聲音比較可愛耶 我現在有一點長大了 那時候真的比較娃娃音一點 現在還好 自己說自己可愛 我都跟現在比起來 對啊 我現在比較性感了啊 我現在比較可愛 這根真的是超長的 我拿吃直接卡在我的 卡在我的食道 這根 這根 這個感覺好長喔 他長到我覺得 我跟他一定要什麼 洋塗還是什麼 什麼那麼長 表演一下性感 有吗 我拿着筷子是要怎么性感呢 等一下啦等我吃完好不好 对啊有便当跟筷子啊 很难讲那些性感耶 不是我的问题 明天独自助会看到这个pose吗 明天看就知道了哦 拿着筷子才性感 为何拿着筷子哪里性感 帮你们夹住 有筷子会性感吗 好像还好 看到boss会想起便当的筷子 请遗忘今天的记忆好不好 好我现在来吃第二道菜 终于把那个很长的地歪夜吃完了 吃白菜 好久没吃白菜 因为现在叶菜也太贵了 白菜要吃了 好甜哦 太幸福了 很好吃 好吃到我都要 我都要指挥交响乐了 就是那个我的棒子 太好吃哦 太久没吃白菜 真的东西很久没吃会突然觉得很好吃的 其实他要吃白菜那么快 因为真的我真的超久没吃了 前阵子那个 一直下雨啊 所以菜价很贵 那个高丽菜 白菜那些一颗都一百多块 好贵 买不下去 所以我前阵子都是吃一些 豆芽菜 然后金跟菇什么的 很久没吃白菜 好好吃 白菜我本身就蛮喜欢 因为很甜很甜 很久没吃就觉得更好吃了 怎么拿筷子绑头发 你们不要乱交好不好 你们这样子 哪些要怎么变性感 一斤六十五真的买不下去了 便宜的时候 便宜的时候那高丽菜一斤十块钱 九块钱而已 然后结果现在一斤六十五 现在怎么买 要怎么买 武侠片用筷子绑头发 你说那是法剂吧 那没人家这个法剂 虽然现在菜很贵 但是 还是 还是买的人还是会买啊 我的话就是那种 只吃 便宜的菜的人 所以我就不会买 有些人是想吃就买不会管 是不是很贵 白菜好吃 等一下 这便当好重 我拿到手有点酸 跟当地小农买 我去的那个市场已经算很便宜了耶 是现在的菜真的都比较贵没办法 一直下雨 我拿到手一直在抖 你们有看到吗 怎么看得到啊 太重了 我真的是手没什么 我真的是手很无力耶 因为太重 太重了 所以我这样 我现在抖超严重的了 因为我现在一直拿 拿了有二十分钟了 太重了 然后我一直拿着就很 手又开始抖了 小桌子 小桌子 因为我想说我应该吃很快耶 所以我就先拿着一下 就是 好重 这个饭很重 我真的手很没力耶 而且我每次开那种 矿泉水的瓶子什么的 我都打不开 我每次会叫面面帮我开 面面说他是 他是开瓶子 开罐子的专家 因为我第一次叫面面帮我开的时候 我还不敢 我还 就是看了一下面面 然后想说 可是面面看起来也很瘦 应该也开不起来吧 我都开不起来了 面面应该也开不起来 就不敢问 然后 然后面面就看着我 我就 问怎么着 然后我就说 我开不起来这个罐子 然后他说 可以 我是 开罐子的专家 然后他就拿去 然后真的超容易就打开的耶 然后我后来每次 打不开 我都叫面面帮我开 面面会气功 所以他是因为有气功 所以才会开瓶 面面感觉蛮有力的 是吗 面面也很瘦啊 我真的是 我很喜欢跑步 所以我的 我的腿的肌耐力 我是觉得 不会输大家的 然后肺虎的量 什么都不会输大家 可是手的话真的是 拿个便当在那边 中到在那边抖 真的是 我手真的好无力哦 我要多练我的手臂 手无开罐之力 对啊 很弱 我只要来吃饭了 我只要来吃饭了 肺活量比赛 我第一关就输了 第一关是什么 喝养乐锅 喝养乐锅真的跟肺活量有关吗 我就吃东西喝东西都很慢啊 我这 我第一关就挂了 如果比跑步的话 我是可以跑一个小时不停的 我肺活量应该算好 你养乐锅比肺活量 我不太懂 我觉得没有 就只是喝的快而已 可是我觉得跟肺活量没关系 吸的快肺活量大 我不知道耶 反正我就 我就没办法吸很快 因为我很少在喝饮料啊 所以我 不太早 反正吸力不太好 你哪该练棒式 好了 我今天开始 努力练棒式 因为我自己也觉得我手臂太没力了 我说跳舞的时候也是 会感觉到自己的手很无力 我今天开始会更努力练棒式 之前偶尔会做 但我觉得我现在要再加强我的运动强度 棒式是练腹部 但是手要撑在地上感觉好像也能续练到 我最近有慢慢加强自己的运动强度 比如说现在跑不跑一个小时 对我来说好像有点太轻松了耶 就是我最近不是很常去跑吗 然后我 我昨天跑了一个小时之后 我觉得我完全可以再继续跑 就是不想要停下来 一个是可能因为昨天晚上蛮凉爽的 然后还有就可能体力变好了吗 不知道就是 我跑一个小时都没有休息喔 然后完全不觉得累耶 就是 就是我觉得完全可以再跑 但是那时候我就看已经11点半 有点晚了 所以我就想说 想说就先讲好了 也是跑一个多小时 然后我跑完之后 可以试上间歇性充实 听说间歇性跑步的话 好像会更 就是消耗更多热量 好像也是蛮好 不过我平常跑步就算 我就算是间歇性耶 本来就算间歇性耶 就是 我会维持自己的配速 我的配速大概 一公里花差不多六分钟左右 我自己的配速 但是 有时候跑到后面会累嘛 就会开始慢下 但我慢下的时候 可能被 旁边被超车了 然后我就会告诉 不是 不知道会被超车 然后我就 我就会加速 冲个 冲个一圈 超长左右这样子 所以 我这也算是间歇性吧 就是 我每次 跑跑跑跑跑 然后有点累 速度减慢的时候 被人超过的时候 我会加速 直接加速一圈 这样子 然后再回来自己的速度 然后被超过的时候 因为我不想输 到底在比什么 因为我最近超生气的 我最近去跑步的时候 我一直看到一个 一个阿伯 一个阿伯 他为什么会吸引我的注意呢 因为我很常 我被他超车很多次 因为我好几次去跑 我都被那个阿伯超车 而且他 对 他为什么吸引我 因为他穿拖鞋 你知道吗 就是 但是 我跑步的时候 我居然跟他一个 阿伯就算了 他穿着拖鞋 在那边跑 不能跑超快 他超车我好几次 然后他 心里超不干净 对 就觉得有种高手在民间感觉 就穿一个拖鞋的阿伯 他跑得比我快耶 对啊 他穿拖鞋耶 我就想说 穿拖鞋怎么跑 超省的 而且真的很快 我就被他 超车好几次 然后我就觉得哇塞 我这样体力真的不行 我真的很不甘心 我一定要把我自己练到 比阿伯厉害 他穿拖鞋跑那么快 真的是 真的是 很厉害 而且我好几次 我每次去跑 我都有遇到那个阿伯 因为他可能都跟我差不多 那个时间去跑 我觉得很厉害耶 龟仙人 有些人打赤脚跑 赤脚跑 我好像比较少看到 诶 谢谢巴巴的 狮子做小火箭 为什么狮子做小火箭 上面的是猫阿 不是应该是狮子吗 好可爱 谢谢巴巴 飞飞 你觉得是拖鞋 不行不行 我跑步一定要穿我专门的鞋子 像那种帆布鞋啊 或者是 或者是那种 皮质的那种 那种鞋子 跑步都不好跑 跑步一定要穿那种 就是下雨天会湿透的 那种透气的鞋子 那个才软 那个才好跑 其他鞋跑都不行 跑步要有一双好 适合自己的啦 适合自己的鞋 不用到很贵 但适合自己的慢跑鞋很重要 不然你真的 会跑不下去 一双好的鞋子 你就是跑一个小时也不会累 嗯 就是我说要练过啊 不是说 我这样 那走路十分钟我就累了 然后就 就买了一双 买了一双透气鞋 然后 然后就以为自己可以跑步跑半小时 欸 怎么走了一分钟就累了 这样 反步鞋跑步真的不行 我记得以前体育课好多人穿反步鞋上体育课 我就觉得那个 就是 不行耶 反步鞋运动其实不太好 好十秒就不行 太快了吧 十秒 我突然想到有一次去公司的时候啊 因为那时候我们也是要练习 然后我那天就是 出门比较晚一点一点 但是我不会迟到 我会算好时间 就是 我如果晚出门的话 我就抓准那个时间 我会自己调整自己跑步的配速 比如说我现在到公司 我现在到公司 我还有十分钟的时间 那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 可能慢慢走这样子 那如果剩下 八分钟 我就走快一点 我就走快一点 如果我今天出节目 他有 只剩五分钟 我就开始用跑的 就是我会依照自己的速度 比如说我今天出节目 剩三分钟 跑超快 就是我会自己调整自己的 跑步的速度这样子 就是 反正就是刚好 准点 准点到不要迟到这样子 对 所以大家都说 成员都说我只是压线仔 压线Mina 因为很多成员都习惯很早到公司 但我自己就觉得 那么早到公司 我不能干嘛 就是我在家里 我可以 弹吉他 我可以看书 出门的话我不太喜欢 带厚重的书 因为 就比较不方便 可能就看手机而已 所以我就觉得在家才能做的事情 那我如果太早出门 我就是浪费人 我不喜欢浪费时间 所以我 会把时间抓刚刚好出门 这样子 那这样也是蛮危险 就是有时候会 道路有些什么状况的时候 就会比较麻烦 所以我最近都有提早出门 因为最近也一直下雨 所以我 最近会提早出门 如果雨太大 我就会搭公车 就还有时间可以 就是可以换方式这样子 但我通常就是喜欢时间抓得很刚好 那样子 那有一次我要去公司的时候 我就 我就那天比较赶 然后我就在那边跑步 然后跑跑 我就看到前面有个高高的人 他走得很悠闲 然后我看了一下时间 再两分钟 就要迟到了 那个人 是成员 然后他就 走那么慢 肯定会迟到 还不赶快跑 然后我就跑跑跑跑 然后就跑进了 我就看 不是是怡真 是怡真 然后我就跑 我就说 都要迟到了快点跑啊 然后我就跑跑跑跑跑 然后怡真也 就看到我在跑了 他也跟着我跑 他本来在慢慢走了 然后结果他看到我 对他就一起跑 结果他大概跑了十秒 然后我就没有听到脚步声 可是因为 可是因为我不想迟到 所以我就 我就不管 我就一直狂跑狂跑狂跑 然后我就 我就在整点的时候 我就跑到了公司 然后我到的时候 我还回头看了一下 怎么没看到怡真 就是我还想说 我要不要等他一下 一起上去 因为我们进公司 还是要换证什么的 然后我就想说 如果一起上去 他就不用再换一次 结果我在那边看了 老妈妈 一直到我等 上店以前 我还一直在看那边 有没有人 就完全没有看到人 然后我就上去了 就我到公司 已经就是放好东西 打好招呼什么 然后在那边休息 然后就想 才看到怡真 对他迟到了 我没有迟到 我没有迟到 结果他来之后 还很喘 他就说 然后他就说 Mina跑超快的 根本就追捕上 然后我就说 超开心 我干嘛让他惊慌 没有我就不想要迟到啊 我不想要迟到啊 很多人在路上看到我 很多成员在路上看到我 都说追不到我 就是 就连我平时没有赶时间 我走路也是偏快 然后上次不知道哪一个成员 是说 我在捷运上看到你走超快 我都追不上 我就是 我不想再走路浪费时间 上次跑得很快 我本来讲平常 平常有在训练真的有差 平常都跑一个小时起跳 但跑到公司跑了十分钟 不是问题啊 买个滑板用滑的 我觉得很不方便啊 我觉得蛮不方便的 你看拿着滑板就是 可是 还要拿在手上 麻烦 Mina玩这个是进走的 但我比较喜欢跑步 奔满我把他藏鼠 在双烟附天看到的女生 在飞奔就是Mina 好像蛮大的几率是我 因为 买来出现在双烟的人 好像都很幽灾 很少看到有人在跑步欸 最常跑就是我了 我滑板一趟上去就跌倒了 我哪有那么弱 我可以练习好不好 那滑板直排轮那些就是 我平常我还要骑脚踏车欸 我要先骑脚踏车到捡运站 等于我还要多带着一双鞋 或是一个滑板 就是很不方便啊 偶像生死痘 我多希望可以比跑步或剑肘 剑肘有点无聊 我想要比跑步 常跑 不要比吸引养热度好不好 我真的 我真的 我肺活量 我真的我肺活量算蛮好的 我跑步可以跑一个小时不停欸 我肺活量量会差吗 我肺活量测 我都稀疏人家欸 到底要怎么稀快 我真的不知道 小花板应该五千多 买不起 比脚踏车还贵喔 我脚踏车才三千欸 Mina的鬼步沒有冷卻時間嗎? 冷卻時間什麼意思? 你就跑一跑需要休息嗎? 我可以跑一個小時不休息 我之後應該會再加長 我不知道 如果我要去參加馬拉松之前 我可能會再加長長度 但我目前覺得一個小時蠻剛好的運動量 就是不至於讓自己太疲累 對我來說跑一個小時 就是不是很疲累 就是跑完很輕鬆很開心的 而且我最近有加強我的運動強度 我最近就是 我昨天去跑的時候 我是跑了一個多小時 然後跑完之後我再跳跳繩 跳了500下才回家 我本來還想再跳 但因為快12點了 我那時候跳完已經11點45 我還要騎腳踏車從運動場回家 所以我想到12點以前趕到家 所以我就沒有繼續跳 但我覺得如果下次早一點的話 我應該可以跳個1000下左右 我就可以跳10分鐘 因為我之前上網看 就是說 跳繩連續跳10分鐘的話 差不多等於跑步半小時 我覺得這CP值不是超高的嗎 就是我可以達到我的運動量 但是又可以省20分鐘的時間 就是省時間 對因為我不喜歡浪費時間 反正我可以達到一樣的效果 那我為何不跳繩呢 運動場也開太晚 就是那個操場啊 就是外面的操場 應該是24小時的吧 運動場在我們壓附近 500下跳繩 但是我是有休息 就是跳100下休息一下 再跳100下休息一下 這樣間歇性的舞序 但我覺得之後可以慢慢夾 很爽耶 好棒喔 好喜歡跑完步再跳繩的感覺 跑完步再跳繩的時候 會覺得腿特別的輕盈 我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很開心 沒有我就是喜歡流汗的感覺 我一直覺得有一支舞人指頭酷 你講目標山項鐵人山項 鐵人山項是什麼 鐵人山項有哪山項啊 對 跑步只是熱身運動 欸不算 我的熱身運動是騎腳踏車 因為 雖然運動場離我們家算是蠻近的 但是 騎腳踏車也是要騎個10分鐘左右 所以 騎腳踏車對我來說是熱身 就騎去10分鐘的 差不多是熱身完 然後就開始跑步這樣 跑步游泳跟腳踏車 跑步跟腳踏車我都可以 可是游泳 游泳我不行 我不會游泳 我只能參加兩項鐵人兩項 還是鐵人山項項可以改成什麼 腳踏車跑步跟什麼 跳繩 如果游泳改成跳繩我可以喔 每天Mina都在做鐵人山項的訓練 但泳圈有 這是什麼自肥的發言 泳圈 我對游泳很不行欸 變Mina山項 對我每天都在做這個 也沒有每天啦 就是 我會隔一天隔一天 還是要讓自己的肌肉身體可以休息 讓狀態才會比較好 腳踏車超方便啊 可以買菜再 買菜然後 各種通勤什麼的 Mina山項是跑過腳踏車都滾了嗎 登跳繩 跳繩 跳繩 熊妹來看我吃飯了 熊妹晚安 OK 邊跳邊跑 好累喔 邊跳邊跑好累喔 欸我記得以前 國小體育課有叫我們 就是邊跳邊跑超長欸 我們體育課有沒有去過 可是這個 去外面體育場不行欸 你看他跑步邊跳 誰要打到前面的人 跑跳感覺很青春 我覺得 對現在不太行啊 以前體育課老師要求的話 大家都一樣就帥 因為體育場大部分人都在跑步 就拿一個 跳繩在那邊跳邊跑很礙事欸 沒有注意別人的感受喔 青蛙跳超長 這絕對會被旁邊的人側目啊 謝謝熊熊的 我是獅子座 對我是獅子座我驕傲 獅子座是超棒的星座好不好 五千丈愛賽是什麼意思 少團晚安 謝謝家陽的夢幻星座 四豪晚安 最後一個豆干 好吃 好久沒有吃豆干了 最後一下還要帶薯條 那個比較像以前有那種 什麼趣味競賽 但好久沒參加了 飯 飯 飯我沒有吃 你看這裡跟豆欸 我有吃 滾 你哪有在吃飯好不好 哈囉說白蘭晚安 我吃好幾口 我吃好幾口了 你看 我吃好幾口 沒有我剛才真的有吃好不好 你以為障礙下要跨蘭 欸一般障礙下不是要有跨蘭嗎 來 重點的雞腿排沒錯好吃的要留最後吃 雞腿排我的愛 我每天去便當店都會點這個超好吃的 我之前有自己買 就是生的雞腿排自己煎 結果我發現 因為雞腿排就一塊 你要用煎的要 煎至少 我忘記煎多久沒有計時 但我體感感覺有8到10分鐘 才會整個酥脆然後有熟透 因為 對啊就不像你熱潮那樣 它很快裡面就熟 因為它就是一塊 然後我就發現那個瓦斯費很貴啊 還不如去便當店買 他們就一次煎很多嘛 那個煎台 所以自己在家的話 自己在家煎雞腿排比較不方便 所以去便當店就會點這個 這個雞腿排超好吃的 好吃的雞腿排留最後 不好吃的飯直接不吃 我剛才 剛才被 卡死 超好笑 有沒有不是我不吃飯 我猜吃完了沒有東西配飯才不吃 不是因為我不吃飯好不好 我有吃飯 你們看 那裡洞欸 洞在這 我看到嗎 這就是 奧口的紫南針 小菜是薑片 那薑片直接吃不好吃欸 要配壽司 誰說我不吃飯 我有在吃好不好 好我要吃雞腿排 我要流口水了 雞腿排好吃 好 好清除殘酷欸 我要用個特效 鞠腿排沒有一去雷了 我之前曾經有買過這家的 還有什麼 宮寶雞丁 還有什麼 糖醋排骨 結果那個宮寶雞丁 他吃起來根本就只是 豆瓣醬炒雞肉而已 就是 他的調味只有豆瓣醬味道 沒有其他的味道 所以我後來就發現 就是有點雷 雞腿排是 不管哪一家都不會雷 因為雞腿排就是這樣直接煎 他最純粹的味道 不做其他調味 宮寶雞丁不是應該很辣 便當店宮寶雞丁幾乎都不會很辣 可能大眾要 比較能接受吧 鴨子晚安 謝謝孝哥的楓葉 建國路來了 中寶雞丁 中寶雞丁一定要有 乾辣椒跟乾花生 對啊 便當店 便當店的咖哩也是 便當店的咖哩 都很稀耶 不是很喜歡便當店的咖哩 但偶爾還是會想吃那個 很稀的咖哩 鴨光咖哩 對 不知道為什麼便當店的咖哩看起來都好鷹光喔 那種雞腿排還有那種炸雞腿那種都是 這是不太會雷的啦 現場表演沒有你們會不會很孤單 有你們呢 有你們啊 你們不是在 不是在螢幕的另一端看著我們嗎 邊喝個肥仔水邊吃個零食看著我們嗎 怎麼會孤單呢 怎麼會孤單 你們一直陪著我們啊 不會孤單 心與我們存在 我等你 我等你們 我看不到你們 但是心 你們的心與我們成員同在啊 我的臉受不下來跟飯有關 我飯只吃了這麼一小口 你就說我的臉受不下來跟飯有關 難道我這輩子不能吃飯是不是 聽說臉會胖是吃麵包容易胖啊 沒有說吃飯臉會胖的 如果是這樣子 那其他人不都要胖死了 白飯中國人 中國人就是華人 華人就是主食是白飯啊 那個人不用管他 我剛剛也不想管他 但是 我覺得 有點可憐耶 就沒有 我剛剛都一直沒理他 我想說 我想說 教導一下他正確關係 吃白飯是不會胖臉的好不好 如果真的要說會胖的話 應該是麵包 但是呢還是什麼都可以吃啊 就是 你說像營養師說 中秋節 中秋節要到了 吃月餅一次不要吃超過四分之一的 我想說 太可憐了嘛 吃月餅你就久久吃一次 然後還說你一次不能吃超過四分之一的 太可憐了 感化不了不行是嗎 其實我以前看到這種人啊 我會 我會生氣耶 因為講話真的不是很討喜 謝謝小千的出村民 那我已經說過了 就是我自己 25歲的目標 希望自己可以講話更圓融一點 所以即便面對那樣的留言 我剛剛其實 在腦袋已經構思好多是想說 我要怎麼去回應 我要怎麼去回應 但我覺得算了當無事好了 但我難得看到一個 就是講這個問題 我覺得不是很舒服 但是我覺得我可以回應 所以我 我就想說回一下 不要一直回 但是回一下好了 但我一樣沒有生氣啊 就是 我跟他講 我一樣可以講我的東西 大家懂嗎 為什麼Mina變少生氣 不是因為我 脾氣變好 只是即便面對這樣討厭的人 我也不會對他生氣 因為他就是這麼的 他就是這麼討厭 好啦沒有啦 就 希望 希望大家好好相處 希望不要 就希望 但為什麼有些人總是這麼的 我不知道怎麼講 可以融入大家一點嗎 你不覺得你的話題 跟大家不在一個頻率上嗎 好啊 我今天跟你講喔 哈囉 剛剛那個誰 剛剛那個誰 波波們你會嗎 我跟你好好講喔 如果你下次再這樣子 我會把你BAN掉喔 謝謝小羽的掌聲鼓勵 對啊 我先 我先好好講 我先好言相處 好言相處 但是 沒有我只想說 這種人應該是 希望被關注吧 希望被關注吧 我有回你的留言 我沒有無視你 應該算是 對你蠻好的人 但是 如果感化不了 我給三次機會 我就會放棄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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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再給機會了 生夢晚安 博得關心 的最後被BAN掉 這樣會開心嗎 這樣會開心嗎 我這輩子也不會記住這個人 這樣開心嗎 好 热餅一個70 我照價錢吃的話 一次四分之一 我這有多可憐 热餅都吃不起 沒有這種節慶的東西 偶爾吃還是可以的 好不好 我是覺得 吃東西的時候 就開心去 比如說你今天去吃吃到飽 你還在那邊酸熱量 太痛苦了吧 就吃吃到飽就開心吃啊 減肥是明天的事嘛 但是 不是說減肥是明天的事 你就不減肥喔 就是 你如果前天吃多 你第二天真的就要 不能吃太多 然後你要 靠更多的運動 就是 保持 平衡 我自己這樣啦 我身為偶像 你們可以不用 你們可以不用 你們 開心去就好 沒有我剛才的發言帥到 我剛才說什麼帥氣的話 我都不知道 那本來就是啊 就是 吃東西的時候就是開心去啊 跟朋友聚會 想說不行 我現在 減肥要放熱量 我不能吃這個不能吃 這不是很難相處嗎 所以 就是該出去玩 該開心 該自餐好好的吃 然後 平常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再好好減肥 好好努力 這才開心啊 而且跑步減肥 跑步都有來說是開心的 可能對一些人來說 跑步很痛苦 但 對我來說 跑步是超開心的事情 成員都說我很奇怪 怎麼會有人那麼喜歡跑步 但我就是 可能因為我是倉鼠吧 我就覺得跑步好開心 謝謝米酒的孟亥星座 對啊 我覺得吃什麼東西都可以吃 沒有不能吃的 就是 不要過量就好 像手搖引可不可以喝 可以喝啊 只是 不要天天喝比較好 畢竟對健康不太好 對荷包也不太好 這什麼都可以 不要過量就可以 好嚴相勸 我一直都好嚴相勸啊 我很少生氣啊 我通常都會好好講 如果 講屢勸不聽 大概以三次為界 超過三次我就不想 我真的不會理這個人了 因為代表這個人 不講不聽 三次 三次 該 該 該反省自己了吧 你沒講三次 你還不反省自己 你還覺得自己沒有問題的話 那真的 不ok欸 謝謝庫美來向下走 欸我可以向上走嗎 我不想向下走 我想要向上 那 你哪直播可以過量看嗎 欸我覺得我一週直播上次 三次 我當然有多安安不分 請打我 一週直播三次 我覺得是蠻剛好的 不過量好不好 我覺得一週三次真的是剛剛好 剛剛好 謝謝羽龍向右走 喔沒有向上走是不是 可以向右走 幹嘛一直叫我向下走啦 我想上山欸 欸有向上走 下眼魚能向上走 喔所以他是隨機的是不是 耶我向上走了 耶 這樣你們怎麼好開心 公演你們不想上山 喔那下山給你們 你們下山好不好 你們下山 欸為啥今天有紅包 我怎麼看有紅包 為什麼 欸 剛剛有 欸蘿莉郎送什麼 喔 蘿莉郎的夢 歡迎要我送紅包 是不是 謝謝蘿莉郎 我剛才沒看到 欸為什麼我今天特效被吃掉 是不是 為什麼沒看到 耶 有紅包 謝謝 你們有看到特效嗎 為什麼今天特效不見 蘿莉的快樂 米娜快樂就是很簡單 只要你們 乖乖的 好好的 每天有想我 有好好喔 幫米娜應援 我就 我就覺得很開心了 在我的心中 總沒有你配慌 如果你要走自帶 我走自帶 我走自帶 太多 耶 我把剛剛那個 那個白木仔提出直播間了 我好開心耶 你們有看到他剛剛臨走前說什麼話嗎 你們有看到我已經BAN掉 請放心 真的很討厭耶 沒事不用跟他講 我已經把他提出 永久提出直播間了 沒救了 他沒有 對我已經看他三次了 第一次我沒講 第二次我跟他講 第三次他又來 三次了 我真的有給三次 他才笑死人 好他已經看不到了 但真的 這種人真的是蠻 好啦 他 你們沒有看到 他最後說 那你爸媽跟你講 超過三次的話 你也不理他們嗎 笑死人了 就是他又在扯別的東西 然後 我覺得那笑死人了 這一句真的是 就是真的不行 就是我覺得他才笑死人 我看到 就覺得 好啦不用給機會了 這有人講不聽 他才笑死人 對啊 不可理喻的人 對啊 我已經給機會了 你看我前面對他那麼好言相勸 我還回答他的問題 他說我臉胖我沒生氣 我還跟他說吃飯不會胖 是吃麵包 容易胖臉 這是真的阿伯上也這樣講 因為我之前就說我臉好圓 好困擾 那阿伯上也說 對你那麼瘦為什麼臉圓圓 然後他就說聽AKB的前輩都說 吃麵包會胖臉 所以他都不吃麵包 那我才 原來是這樣 今天官方不是才警告了嗎 就是有這種 就是 怎麼講 有些人 就喜歡刷存在 以 激怒別人來刷存在 而獲取成就感嗎 我不太懂 可能有些反社會人格吧 我不太清楚 但這些人就是 社會上一直存在的 那我希望身為 TimTP的粉絲可以 就是 盡量不要有這種人 就是 成員都很努力耶 憑什麼 憑什麼在那邊講一些 討人厭的風涼話 就是 很 很不尊重 對 謝謝阿華掌聲鼓勵 謝謝茄子 謝謝 羊鼠 這種人真的是 我已經 對 我以為能感化他 結果好像都不行 希望成員不要被影響要 應該是 應該是不會啊 至少Mina不會 我臉很肥耶 我知道啊 我知道啊 但是呢 你可以講我臉緣 沒有 你最好不要講我臉緣 因為我 不是胖 我只是臉緣 欸 我不是胖 我只是臉緣 對 所以你們可以講我臉緣 不要說我胖 我是臉緣 你們可以講我臉緣 對 你們可以講我臉緣 但是 你不能說 看到我在吃飯 就說 我臉緣是因為吃飯 我的飯吃已經夠少了好不好 你說我臉緣應該會吃飯 我真的覺得 你只是想刪我吧 這種人我沒有辦法接受 怎麼又跳針了 對 你們可以說我臉緣 可以說可以說 剛剛那個被我BAN掉人 不可以說我臉了 他不准 他一句話都不能講 他在講話 他講一個字 我都不能 他敢再講一個字 我把他封鎖一百次 沒有 一定被踢出直播間 不會再進來了 如果他敢給我 改一個 重辦一個新的帳號 新的IP再給我進來 他再講一個字 我就 再踢出去 來幾次 我封幾次 很氣 沒有 沒有生氣啊 他一定會再來了 他再來 我不會給他機會 再講一個字都不行 好 要再跟我說 太 太俗 我很久沒有看到這種人了 偶爾出現也是蠻好玩的 不是好玩 就是 就是一個笑話嘛 大家就 當有趣看 笑笑笑就好了 對有些 有些粉絲不是好的粉絲 都不知道該不該稱呼他粉絲了耶 我就覺得這只是一個惡界 對 真的就是 笑笑就好 我直播間很少出現這種怪的 我覺得 我直播間還蠻 和平的 這種人偶爾出現 就是 對就笑笑就好 而且我覺得 也有教育意義啊 就是 就是 我跟大家講了 對我的準則就是 我 有時候可能 對大家有講 有時候講錯話或是什麼 都覺得無所謂 真的無所謂 就是 我有講過之後 然後 知道你不是那個意思 可能是我誤會了什麼的話 我就是願意道歉 我就是 我不會一直記仇 我 我自己如果誤會的話 那 那我道歉 就和好就好了嘛 就是 不用一直一天到晚 都粉絲吵架生氣什麼 但是 但是 剛剛那個我講過之後 我發現 不是我誤會耶 他是真的就是 就是想要挑戰我耶 那這種人 就沒有必要給他機會嘛 所以就是 對阿 算有教育意義吧 就是 我的準則就是 不超過三次啊 就是 偶爾 偶爾有這種人就是 當做一個 不好 不良示範 跟大家講 也是 也是還不錯的 我覺得 反正 不是很常會有這種人 這個雞皮超好吃的 雖然很肥很久了 是他雞景豪 對 他是雞 他是雞 我妹都不吃雞皮 可是我真的很喜歡吃雞皮耶 包括 以前煮什麼雞湯 那些 因為我媽跟我姐 他們都 不敢吃雞皮 他們不敢吃 所以都 他們不要的都 都給我 我都是專吃雞皮 這雞皮 就是最精華的那個部分 緊的是誰 你們 你們是猴子 沒有啦 開玩笑的 只吃炸的 炸的才是最肥的 好不好 雞皮很好吃啊 我就喜歡吃少的 比如說 煮一鍋什麼 排骨湯 我就喜歡吃那個 最少的那個骨頭的部分 喜歡啃那個骨頭 然後 魚最少的部分 眼睛 我就最喜歡吃那個 魚的眼睛 魚尾巴我也蠻喜歡的 肉多的地方不喜歡 就喜歡那個 少的地方 蘋果 要吃蘋果心 沒有那麼可憐好不好 我都吃蘋果皮 沒有啦 雞腳我喜歡 我喜歡 烏魚西尾鬼 沒錯 我喜歡 而且我從小就很喜歡吃那種 QQ有膠質的東西 雞皮 雞皮啊 豬腳 還有什麼 就是那種QQ的東西 魚眼睛也是啊 有膠質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從小就喜歡吃這些 所以 都長到臉像 膠原蛋白 對 豬頭皮也好吃 對 抓到兇手了 所以是因為我太喜歡吃 這些QQ的東西 媒體解開的感覺 可是很多人都說 是嗎 是嗎 該不會真的是這樣吧 哈囉 百花寶寶晚安 再吃飯 吃 吃了一個 一個小時 還沒吃完 你看 我的膠原蛋白都補到臉頰而已 我就愛吃雞皮啊 謝謝土是你的出村民 我慢慢吃 對 吃飯就是要 吃飯就是 慢慢吃 吃太快不好 謝謝 謝謝百花寶寶指南針 沒有補到臉頰 就沒有今天的可愛昌鼠咪男 我的 我的拆頭好長喔 可愛昌鼠咪男 我還有四小時 沒有 我本來 我本來 想說補了一個半小時 結果每次只要吃飯 就會 就會讓我的那個 schedule亂掉 喵 哈囉 你的名字怎麼唸 我不會唸 有邊讀邊 沒邊唸中間 獻 獻豪 甲竹真心 你好 好 直接把名字拆開來唸 我從小就吃得慢 對啊 從小就吃得慢 活了二十幾年 也還是吃得很慢 從小臉頰就膨 活了二十幾年 還是那麼膨 神奇了 沒長大阿米娜 沒長大 長不大 快點 快點 有了 快點 快點 天天好好想吃豬豬 主豬吃飯也很慢嗎 我沒有跟竹竹吃過飯 我不知道竹竹吃飯 但竹竹蠻瘦的 竹竹蠻瘦的 也許也吃得蠻慢的 我沒有跟他吃過飯 肉吃完我就不吃飯了 就是配完剛好就好 奶奶不在電腦前跟爺爺看表演嗎 奶奶不在電腦前跟爺爺看表演嗎 我比較希望他們可以來看現場 看線上的話 看線上的話感覺 跟現場還是不太一樣 希望他們可以來看一次現場 吃貢丸肉排的奶吃 吃貢丸肉排的奶吃 我怎麼吃貢丸肉排 那夢裡吃啊 我沒有在現場吃過 誰是奶奶 奶奶是我的家人啊 清血緣關係的奶奶 看現場會不會掉進其他成員坑 奶奶已經是啊 奶奶是 奶奶是推小琴的啊 那是小琴打電話給我 然後那時候奶奶剛好回家 看到我在跟小琴講電話 然後他說誰 我說是小琴 他就超興奮的 興奮什麼 跟我講話沒那麼興奮 奶奶局組有推嗎 小迪吧 小迪就是男生女生都喜歡 但是 顏值高 每天奶奶看到小迪照片都會忍不住讚嘆 就 小迪真的好可愛 我記得小迪上次 他拍了一個什麼cover 自己做了一個短片 然後我那天 比較忙我就還沒有看那個短片 我知道有 可是我還 我還沒有看 然後奶奶就說 你有看小迪那個短 那個影片了嗎 小迪真的好可愛喔 然後他就在那邊我就說 好啦我還沒看我等一下看 他說真的很可愛你一定要看 然後 好啦我就想說 到底到底 到底 奶奶也喜歡美少女 我的語氣不是因為奶奶很煩 她不推自己的夢欸 她每次看到我就是 好圓 就這樣欸 她每次看到我就是 好圓 沒有別的反應嗎 沒有別的反應是不是 我每天看我同事沒感覺 不會啊 我每天看小迪 我還是覺得小迪很漂亮 小迪真的是 就是 顏值擔當啊 真的就是 就很 顏值高 真羨慕 每天看韓韓還是覺得 她腿很漂亮 還有什麼 每天看熊妹 我還是 我還是覺得熊妹很好笑 熊妹走了 熊妹走了可以講 每天熊妹講話都講好笑 而且熊妹不知道為什麼 她講話的時候就 很多手勢你知道嗎 她就 大家好我是高雄的熊妹 然後她的手又很長 然後她就在那邊 而且她的手的形狀很強 她每次都會有一個很像雞爪的樣子 然後她每次講話 手在那邊動 我就會笑出來 真的很喜感 熊妹真的很好笑啊 奶奶也喜歡熊妹 她就覺得熊妹很好笑 雞爪好吃啊 人家是漂亮 熊妹是好笑 熊妹蠻討喜的 熊妹很可愛啊 奶奶也蠻喜歡肉肉的 她每次看肉肉照片 也會說 我覺得肉肉真的是 顏值也蠻高的 奶奶就嚴控啊 她也蠻喜歡王一家 她的王一家講話 也蠻好笑的 奶奶喜歡顏值高 或者是好笑的人 橙橙喔 橙橙就比較成熟一點 對 我知道奶奶喜歡的類型了 就是 顏值高 或是好笑 奶奶滴滴 對啊她是滴滴啊 我就有一次 練習完 然後我跟奶奶約了 那天要一起去吃飯 然後 因為練習下課 然後她在那邊門口等我的時候 有些成員已經先下了 然後她就看到成員 然後她就 她就超興奮 她說說 喔這樣看到那個 誰本人 就是原來本人是這樣子 這樣她就很開心 一家是屬於顏值高還是好笑 您說呢 您說呢 明知顧問啊 現在終於了帶你去流浪 奶奶每天看我看膩了啦 好 奶奶還催水 差不多了吧 還有誰沒講到 我比較常聽奶奶在 在那邊 發花吃的 就這幾個 也許有漏掉 但我 最常提到應該就是這些 應該沒有漏了吧 奶奶聽到一家的冷笑話 聽到冷笑話 的反應也只能 冷笑了吧 就不一定就是冷笑話 奶奶有推阿布嗎 那阿布箱有點 特別 就是她是 大前輩嘛 然後 又是日本人 所以 你要拿一個 就是身上已經那麼有一個 偶像氣場的人 跟我們這些少女 比有點不公平 請不要拿阿布箱跟我們比 不要這樣 人家是 就是 當了十年的偶像了 那個 那個 烈烈那個氣場還是有差的 我們還要再多 多鍛念 謝謝Olaf的夢幻星座 奶奶本家我比較喜歡誰嗎 欸沒有耶 她其實 她是因為我才關注TP的 她 本身對AKB沒有在關注 那我上次看好像 有些粉絲也是沒有在關注本家 只有關注TP的 欸我剛剛 剛剛蘿莉郎的那個夢幻煙火 我不是沒有看到特效嗎 然後自從蘿莉郎 送完那個夢幻煙火之後 我的畫面這邊 一直卡一個蘿莉郎在這邊 你們的畫面有嗎 我剛剛就一直看喔 我我看留言就一直 蘿莉郎一直擋在那個中間 你們那件事是不是 我的人很好笑 對她送完就 一直在那邊 蘿莉郎冠名播出 我剛剛看到就覺得很好笑 但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也這樣 所以我就一直沒講 原來你們也有 好好笑 做了 從進就沒有 當然我不能從進 我從進你們啊 你們就 我現在就 就讓他在這邊 蘿莉郎冠名播出 好好笑 很笑 你叫冠名 冠名播出 神奇寶貝唱功會讓人睡覺 我今天不知道來不來的去唱歌 很久沒唱 我最近唸了 那個 有阿索皮的 他中間 他第二段有段很快 所以我有點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唱好 還是再多練幾天再唱看看 今天馬上就找回家可以再練一下 因為我到家就快7點 來不及再自己給你吃 吃完看看時間夠不夠 那我也好擔心自己唱不好 可惡 對 很容易唱到舌頭的事 嗯 但我練了好幾次 那首歌還是今天有跳舞的練習 但那首歌今天還沒有練 吃了脖子還有爸爸 吃完蛋 我想說好像很久沒有在直播唱歌 因為最近比較忙真的沒時間練什麼歌 你看連我的cover都兩個星期情慘了 我之前每個禮拜都發cover 但現在真的太忙了 然後這禮拜又忙公演 所以沒有時間練新歌給大家聽 謝謝KILLER帶你去瀏覽 看你們想念MINA的歌聲嘛 哈囉 郁佳 晚安 我的夢 恨恨隨過 卻不會忘 不用練直接唱 但那首歌真的好快 哈囉 傑克 晚安 留嗓音給明天公演 唱一首歌倒也還好 大家看我吃完有沒有時間 你們可以去IG聽以前的 對耶 以前呢 你們可以想我的時候 就去聽聽MINA唱歌 而且我最近幾次錄的cover 我都很喜歡耶 吃完都10點 哪有那麼誇張 我快吃完了 剩一點點 期待明天的線上公演 我好緊張喔 第一次看Reset 欸 是嗎 我好像明天蠻多第一次看Reset的人 幹嘛緊張 因為很多人第一次看我 我就是不想要第一次看的人 就覺得 就覺得不好以後就不想看了 我想要 就是 當然希望表現最好 然後大家看完之後 以後還想再看這樣子 所以 所以 很緊張 就是 一定不能出錯 一定要 一定要表現很好 但是每次想表現好 就 就越想表現好 就越容易出錯 你們懂嗎 就是 有時候就是會這樣子 所以 當然就是會緊張 給左左目特寫 為什麼 為什麼不特寫 我要特寫左左目 我才是表演的人好嗎 所以明天 我要好好 還好找那個鏡頭的位置 左左目搶金通通 你們到底有多喜歡左左目 不是喜歡Mina還喜歡嗎 左左目是要怎麼Wing 他只是一個字好嗎 等下 新進來看直播的 想說 左左目是誰 我怎麼不認識 很多直播新進來的 都會問說奶奶是誰嗎 然後我就要解釋一下奶奶 對奶奶就是我的奶奶啊 那都沒解釋一樣 我的家人啊 你們一直在那邊左左目Wing 等一下他們問 左左目是誰 我怎麼沒看過成員裡有 他只是一顆痣好不好 他不會Wing 希望有左左目Catch Flash的 並不會有好不好 並沒有 看公演要注意什麼 看公演要注意 那個吃爆米花的時候 不要打翻 然後 然後 看Mina的臉頰的時候 不要 不要覺得很想吃 不要流口水 還要什麼 大概就這樣吧 以上兩點注意之下 請 請各位子民們 好好的 遵守 Mina最喜歡打翻爆米花 我哪有耶 誰 為什麼可能 為什麼可能打翻爆米花 我就25歲了 怎麼可能會打翻 你看 一位左左目是人 你看你們 你們誤導別人了 Mina會對各位Wink嗎 如果 如果有 剛好有鏡頭拍到的話 我Wink看看好不好 但有點難 在家裡可以不用戴口罩打call 對啊 他可以一邊吃東西 但要看歌曲啦 不是每一首歌都適合Wink的啊 Mina有在直播上Wink過嗎 應該有吧 忘記了 其實我不是很會Wink 在夢之中Wink不要好不好 真的 不適合 適合的歌適合的時間 Wink 不適合的歌 你不適合的歌 試試看 吃完了 我吃了旁邊的這一排飯 但我吃了這排菜 吃完了 它保持了一個半小時 oc-東西 有對大豬wink過嗎?這是什麼問題? 這是什麼問題?我為什麼要對一隻槍鼠wink? 他不會理我啊 因為你知道槍鼠勢力不好嗎? 謝謝大家的掌聲鼓勵 飯有啦我平常的飯量差不多就這樣 我沒有很喜歡吃飯 但可以吃 所以我wink我會有感覺嗎? 你們在螢幕的另一邊wink我會有感覺 我有感覺我在通靈了好不好? 沒有那麼厲害 你們在家裡打扣應援的心可以感受到 但你們在螢幕前面wink我怎麼 我沒辦法感應到啦 想要看大豬喔 大豬現在 大豬現在在哪裡啊? 他現在在他小窩裡休息 不好意思打擾他 因為大豬都是半夜才出來的 大豬有對Minawink嗎? 大豬會wink就厲害了好不好 他會wink的話他就變世界名槍鼠 半夜槍鼠超吵 真的 真的 他那個 他那個半夜跑滾輪跑的超激烈的 我有時候半夜起來上廁所 然後他在那邊跑超激烈的 超吵的 他那個晚上很忙 我也是喜歡晚上去跑步耶 我果然是槍鼠嗎 因為越跑越high耶 我真的 我剛剛寫血液裡面有什麼 槍鼠基因吧 我真的覺得好可怕 我就是鼠 怎麼會這樣 我一直覺得 我不是因為臉頰膨膨的像槍鼠 所以才 大家才叫我槍鼠的嗎 怎麼連習性都 跟槍鼠一樣 好可怕喔 Mina是鼠槍鼠 好像也沒錯喔 真的是鼠槍鼠的 Mina是夜行星的 沒有啦 我都乖乖睡覺 我差不多囉 差不多12點 1點 左右睡覺 12點或1點 最近很常都是1點才睡 你要喝水 難道Mina上輩只是槍鼠嗎 我覺得有可能 我也覺得我怎麼很像槍鼠 睡覺也要整點嗎 當然啦 當然 有時候會12點半 但最近很常是1點 因為 因為最近不太需要早起 所以 所以如果太早睡的話 太早睡的話我就要多吃一餐 所以我1點睡的話 我到 我睡滿8小時的話 是9點 9點左右起床了 那我可以 可能到 冷到 10點 10點 11點再吃 就 就吃 一頓早午餐這樣 如果下午餓再吃一點小東西 就 就 省一餐的錢 就不想要自己太早睡 因為一定要多吃一餐 我也沒有自然醒耶 我就是 整點睡覺 所以我的鬧鐘也會是整點 就是 看那天累不累 第二天有沒有事 那原則上就是睡滿7到8小時 睡覺時間已經固定 早睡會提早起來 早睡還會提早起來 你說 睡幾個小時嗎 沒有 我只是因為 研究報告說 人的話 一天要睡7到8小時是最好 所以我就 為了身體好 所以我都會讓自己睡7到8小時 當然 有時候會 假日沒事的話 我會 不設鬧鐘 讓自己睡到自然醒 偶爾 偶爾這樣子 以前健康課的老師說 這是讓身體排毒 但我平常 平日都會設鬧鐘 因為 不希望自己 就是 太懶惰 天邊自然醒這樣 很頹廢啊不好 會讓自己 就是睡滿8小時 最多夠了 晚睡晚期 不吃早餐 但吃宵夜 怎麼好像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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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沒有睡滿8小時 奶奶也沒有 奶奶都比我晚睡 他第二天要上班的人 比我還晚睡 我就覺得 然後我起來的時候 他都已經去上班 我就睡很厲害 會整點起床嗎 欸不太會欸 就是 因為早上鬧鐘響之後 有時候 不會馬上起床 可能會賴個五分鐘再起床 我對起床沒有那麼在意 就是 基本上就是 睡滿 睡覺的時候要整點 就是那樣 睡的時候安心 可是睡的話 睡起來 有睡飽 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對我來說 有沒有睡到整點起床 跟有沒有睡飽 我覺得睡飽比較重要 所以 就是我會選擇睡飽 對整點沒有 沒有要這麼執著好不好 沒有要這麼執著 因為要整點起來 有時候多睡五分鐘 你就會覺得變得很滿足 所以 所以 就是要看事情的那個 就是 心靈滿足程度 就像我說吃東西 太在意熱量什麼的 但是 吃的開心才是最重要的啊 還有整點起來 有啊 我現在還是整點發文 有人有發現嗎 我現在也是整點發文啊 這是一種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就是整點發文的時候 我會超開心 有時候奶奶快要整點 我要發文 我在打文章 然後奶奶就 突然就跟我聊天 然後我說 等一下你先 你先不要跟我聊天 因為我等一下 整點要發一篇文章 我等一下整點要發一篇文章 我現在還在打文章 你先 你先不要跟我講 等整點發完 你再跟我講話 然後 然後整點發完文之後 就 好開心 奶奶我剛 整點發文了 好開心 好你剛剛跟我講什麼 然後奶奶就 喔我忘記了 奶奶 搞得那麼緊張 看 我也不知道 我為什麼要把自己 搞那麼累呢 這到底在堅持什麼 可是 這整點按下發文的那一刻 我覺得超開心的 我不知道怎麼講 這真的發自內心覺得 好開心 這是整點發文 儀式感 對啊 有時候 我生活中的儀式感 不一定說 你要準備一桌大餐或什麼 我吃東西倒還好 我一個雞腿排 一個白菜 我就覺得很幸福 很開心 發票中200塊 我也很開心啊 就是 我 我吃那種有一點小小的 小小的事情就很容易開心 我很容易滿足 我只要整點發惡 就覺得超開心的 對啊 有時候一直錯過整點 我就會很低落 就 又錯過整點了 要下個小時才能發 就會很困惑 許願也只許200 我就很容易滿足啊 我的成就感就是這麼的 這麼的 平凡 奶奶 記憶力不好 對啊 奶奶很常是自己 要講話 有時候她就剛叫我 Mina 對奶奶叫我Mina Mina 蛤幹嘛 我忘記我要講什麼 我說你這叫好玩的 是不是 剛叫完我就忘記到底是哪招 到底是哪招 記憶力是有 是鯨魚嗎 是鯨魚嗎 不調個鬧鐘嗎 可是我並不想要 30分到底算不算整點喔 30分就是在 算是微整點 現在不是很流行 微嗎 微解封 微 微李安 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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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肥 微整形 現在不是很流行 微嗎 所以我就說 對30分 微整點 微整點 就是如果可以整點的話 我會覺得很開心 可是 如果就是 比如說我今天 7點就要直播 然後我 沒趕上6點的發文 我今天是6點發的文 我沒趕上6點的發文 那我就 我規定自己 一定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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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點直播之前發文 那我就只能選6點半了 那這叫什麼 微整點嗎 就是不得不的時候 做的選擇 微整點 對啊 微李安 微米熊 對啊 就是 微嘛 微大力 Is it good to dream 微你喝看看吧 好不 好不 微多力 微鼓力 對啊 有微米粉嗎 啊不就酒蛋 你不就微米粉 就你還在那邊 假裝 你就微米粉 你不是只推妹眼不推Mina 你就微米粉 微整點是什麼 啊這下很流行為啊 微滴滴 你們就微滴滴啊 明明就是好幾次被成員可愛動 差點就 差點就心動 然後要告訴自己 不行 Mina說不能推超過三個 超過三個是滴滴 沒有 我不是 我絕對不是滴滴 微滴滴 就是 就是什麼明明就心動了 然後在那邊說服自己 對對對 說服自己 我是微滴滴 是不是被我發現了 可以3.5個嗎 微滴滴 就是說你 就是你 對啊 我覺得微這個字 真的適合魔靈良可耶 你只要什麼東西加個微 你就會覺得 好像 好像也沒有那麼強制嘛 對啊 就比如說學校國中嘛 都會 都會規定 我們國中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就是規定襪子 一定要超過腳踝 然後 然後 鞋子跟襪子都只能穿 灰 黑白 或是藍色 三個色系的 你不能穿其他的顏色 但是呢 又說現在 又說現在 我看到什麼蟲 蟲蟲 對啊 明明以前就是有髮禁什麼 那現在就是說沒有髮禁 沒有髮禁 沒有髮禁不規定的狀態 為什麼要規定鞋子 襪子的顏色 襪子的長度 為什麼就是 顏色是有差嗎 我覺得根本就沒有差吧 為什麼要規定這個 對這就是 這叫什麼 微 那叫什麼 頭髮叫髮禁 服裝那個叫什麼啊 反正也是 微 微什麼 微服儀 微服儀 對啊 我覺得鞋子 襪子的顏色 這有不要規定嗎 我覺得 你說襪子要超過腳踝 還是為了保護你的 保護你的腳 因為我看以前國中 大家常常愛穿那種 迷你 迷你的 迷你襪段 然後穿到那個後腳跟 都磨到紅紅的 他就是 就是硬要穿耶 我就覺得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好像就沒有 穿襪子就沒有起到保護作用 那如果學校 這樣子規定襪子的長度的話 就 就有他的道理 但你說規定 襪子跟鞋子的顏色 我倒覺得好像 不是很有必要 喔對 隱形襪啦 迷你襪什麼 迷你襪 倉鼠穿的 我怪襪子很多 但我以前 國中的時候就沒有啊 因為學校有規定啊 所以以前的襪子 都只有黑色 因為黑色是最耐髒的嘛 白色穿每一次就 就髒了 所以 您可穿黑色 現在還是很喜歡穿短襪 但是那種隱形襪的話 我覺得穿 運動鞋真的是不太適合 因為一定會抹腳 真的不舒服 現在沒有規定這些東西 真的喔 還是看學校啊 反正我們學校那時候 就是有規定 然後我就是覺得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意義 但是還是 就是還是會遵守學校的規定啊 教育部禁止服儀了 教育部禁止服儀了 真的喔 所以現在都沒有規定了 以前人覺得這樣整齊好看 現在就不管了 太多家長去投訴 你們也是違遵守 違藍法 藍咖啡色上不穿藍法 違藍法 違藍法 有一些失效還是會規定 失意學校真的是規定比較多 那時候沒辦法 違聽進去 左耳進右耳出 右耳聽啊 只是右耳出來了 違聽進去 老師講話教官講話 我都違聽進去啊 襪子 我都圍穿 圍穿襪子 我有穿啊 只是你看不到 它引擎襪 圍穿襪 一堆違禁品 違禁品 國中有什麼違禁品 是不能戴的 我不知道耶 不知道有什麼違禁品 刀子之類的吧 但是學生上課幹嘛帶刀子 太恐怖了吧 想幹嘛啊 想幹嘛啊 打火機 對 我不太記得違禁品有什麼 因為我就是那種 乖 我是乖寶寶 看得出來吧 我是乖寶寶 我不會去做那些 就是違反規定的東西啊 對啊 我也不是很清楚 違禁品有什麼 反正我不會戴 噢 撲克牌好像不能戴 就怕學生上課打牌 上課打牌到底哪招 不是很懂 上課打牌是幹嘛 想激怒老師是不是 老師上課我就在那邊 打麻將 那是什麼 一堂 碰 胡了 我胡了 直播 挑戰老師的權限嗎 不太懂 寫真集 上課在寫真集幹嘛啦 反正我不是很懂違禁品 幹嘛上課帶這些啦 可不可以好好上課 上課打麻將是挑戰老師的視力還是聽力 兩個都有吧 上課打麻將到底哪招 但好像真的有看過 上課帶TP的升血 為什麼可以保佑你考試順利嗎 在私下還真的會玩撲克牌 為什麼 為什麼 你不能回家再玩嗎 麻將自摸這樣很大聲耶 所以到底為什麼 為什麼要帶麻將去學校玩啦 不覺得很重嗎 不覺得很麻煩嗎 你上課還要帶麻將 謝謝JK 夢幻星座 國中在教室玩火 結果燒太大被抓到 喔軍業你叛逆耶 你國中很叛逆耶 蛤 這樣子還不記過耶 什麼 老師人也太好了吧 欸我跟你們講過嗎 我國中那個霸凌我的人 他就是拿火去燒我的桌子 然後燒了 燒了我的桌面上 一個洞一個洞了 就是沒有燒到穿過去整個大洞 但是就是一個洞一個洞了 我後來就不管啊 我後來就自己帶 第二天我就自己帶桌墊 就鋪在上面 就不影響啊 沒差 反正我有桌墊 但 對啊 沒有被寄過 學校那時候就只是 就是 真的很不積極處理耶 就是想 大事畫小 小事畫無這樣子 就是 拿火燒我桌子的那個人 我其實不太確定是誰 我不太確定是誰 因為最嚴重的那一次 是把我的桌椅踢到壞掉的那種 可是 拿火燒的那個校方 都沒有追究 因為我 而且老師好像 我不知道老師知不知道 反正我自己發現 我的桌子被燒一個洞的時候 我就 不是一個洞 好幾個洞 的時候我就自己帶桌墊蓋上去了 所以也沒有特別找老師講這件事情 是直到第二天就是 一來全班就看到 我的座位 我的座位算是在班上 就是蠻中間的位子 因為就是上課 上課 比較能夠轉型 座後面就是會很容易分心看 前面的人在傳紙條 前面的人在幹嘛這樣子 所以我的位子就是比較前面 然後就那天上課是 桌子就是 整個被翻過來 然後抽屜的書都 就是亂七八糟的 然後桌腳也被摔斷了 所以就是一來老師也看到了 所以才嚴重的處理這件事 然後去調監視器看誰 但其實我心裡知道 已經早就知道是誰 但還是要 就是照慣例的去調個監視器 看一下什麼 然後老師後來就是叫那個 同學跟我道歉啊 就這樣子 可是做這件事 不是只有他一個人 就是有他的同伙 其他臭男生什麼等等的 但老師就叫那個 就是 就是 偷偷 討厭我的那個女生跟我道歉 可是他也是 就是 正眼都沒有看我一眼 就 老師說叫他跟我道歉 他說 對不起 就這樣子耶 沒有看我呢 就這樣 然後老師就說 那你願意原諒他嗎 然後我就 我就很無奈 但我能說啥 我就 這樣 我就好人啊 我就好人好事代表 我就 但我就知道這個人 我以後不可能 再跟他有任何的交集 因為真的很過分 真的很過分 真的很過分 對啊 就是 你看他道歉都那麼沒有誠意了 你還能 你還能說什麼 而且 他就已經 已經根深蒂固的覺得 我的聲音就是裝的 他就是不喜歡 這個聲音 他就是覺得我很做作的 那 你要怎麼跟他 解釋說 沒有你相信我啊 我覺得他在聽到我講話 應該也 他應該也不會想聽我的聲音 所以我就覺得 對啊 就是 討厭你的人 就討厭吧 你也沒辦法說服啊 就像TP這麼多成員 為什麼你們推Mina呢 對不對 就是 就是 也是有 也是有不喜歡我的人 就 雖然說 不推我的人 不見得會到不喜歡我 但是肯定也是有 有一些負面評論 也是有不喜歡我的人 那你要說服那些 就是不喜歡你 我就是不喜歡你的臉頰很肉 我就是不喜歡 我就是不喜歡你的聲音什麼的 你要逼迫不喜歡你的人 就是 討厭你的人 欸你要 我本來就是這樣子啊 我的臉頰都天生的啊 你不要討厭我嘛 這樣 好像也很勉強 因為 每個人的審美 每個人的喜好 本來就不同 所以 也沒辦法說服我 但 對阿 我覺得 真的就是蠻過分的 這段往事真的是 就是蠻過分的 就是 國中的 陰影 我們國中當下沒有辦過同學會啊 辦不起來的 那些人已經把 就是 氣氛弄得這樣子 真的是 但如果辦的話 我可能會考慮去 把 如果 但應該是不會辦 但如果有 我也許會考慮去 讓他們看看 我現在過得多好 但應該是不會 而且如果 那個討厭我的女生要去的話 我可能也不會想去 真的是 啊 好煩喔 不是 看到都很尷尬 那邊有霸凌其他人嗎 有啊 在我之前 他霸凌了我們班上另外 一對雙胞胎的轉學生 因為 那一對雙胞胎 他剛轉進我們班之前 老師就說 我們班要有一對雙胞胎轉學進來喔 然後呢 他們之前在前一個學校的成績很好 所以你們要小心了 就是 就是他們 他們可能就是成績很好 然後結果 果不起來考試的時候 他們就是考到班上前十名這樣子 然後那個女生好像 班上原本也是前十名 成績也算還不錯的 結果他就考輸了那個雙胞胎 然後他就討厭他們 就成績好了不起喔 就 就開始討厭他們 對 然後是到那個雙胞胎 他們已經霸凌到 就是那雙胞胎根本就 兩個人 就是雙胞胎很黏嘛 他們 活在自己的世界 他們根本就不介意別人 對他 他們怎麼樣 所以他們也是霸凌久了 就膩了 然後後來下一個目標就換我 下一個就換我了 那我這一個人 我真是蠻無力的 我一開始也是就是 就是他們怎麼弄我 燒我的桌子啊 就是做什麼事 我就不管他們 然後到後來就是 他們越來越嚴重 然後才只好交給 教官士老師處理這樣子 但 但就 真的好幼稚 對啊 燒我的桌子啊 好幼稚 很誇張 那對雙胞胎現在呢 他們後來跟我很好 他們後來跟我很好 我那時候說 便當跟我一人吃一半的 就是那個雙胞胎的姐姐 因為他後來跟我一起讀同一個五專 然後我們都是印外系 對 就是姐姐 因為妹妹後來說她想讀普通高中 所以就沒有一起 那那一對雙胞胎後來跟我很好啊 因為他們先被霸凌過 然後他們後來換霸凌我 他們就會 就是有同理心 就是被霸凌過的人 其實我覺得不會太壞 因為他們會有那個同理心 他知道那個人就是 就是見不得別人好 所以去霸凌 所以 他們也不怕 反正他們都被霸凌過了 他們不怕 所以就願意挺我 所以後來我們就 越走越近 然後到現在我們也都會 約出來吃飯什麼的 就是到現在還是很要好 對就是我們一起都有被 經歷過那一段 對 所以我覺得朋友啊就是 不需要多 有一兩個懂你的就很好了 馬基斯卡學員有燒桌子嗎 那女生是全班所有人都霸凌過 沒有就霸凌完我之後 校方處理 然後他就沒有再繼續了 應該學乖了嗎 我不知道現在怎麼樣 反正我已經 我已經封鎖他的 就是 但我本來也沒有他的聯絡方式 本來就只有FB而已 但是我後來就 後來就把他封鎖啦 我不想知道他現在怎樣 馬基斯卡玩得很狠 真的喔 我是不是要找來看看 都可以拍電影了 對所以我就說我的人生 你看 雖然 我可能比一些粉絲來的年紀大 但是 但是 很多粉絲也是比我 比我再更大的嘛 你們的社會經驗都比我更多 但其實我都覺得我的人生 就是真的很豐富耶 就是 從小到大 我覺得我經歷過很多很多的事情 就是峰迴入短 真的 我覺得拍成一部紀錄片 我都覺得好精彩 就是不是一般人的人生耶 就是從 從 以前很多事情然後到 成為偶像 一路上就是很曲折 經歷很多的事情 然後公司倒閉什麼 就是很誇張 我都想說我這 就是短短二十年的人生 怎麼發生了這麼多事情 到底是怎樣 對啊 我就覺得還蠻蠻酷的 我可以寫字傳 還是我現在開始寫 老了之後還可以回味 就是 原來我 原來我二十歲那年發生了什麼 這樣子 蠻精彩的 對啊 所以我直播就是有很多故事 可以跟你們講 有苦有效 所以我就說了嘛 苦茶不苦 又要回到苦茶 苦的是人生 真的都很苦耶 我要記載神秘小筆記本 我那個神秘小筆記本 你說小時候的那一本嗎 小時候那本現在在哪裡啊 好懷念喔 小時候那筆記本好像寫到 國小幾年級 好像三四年級 就沒有再寫了 因為三四年級之後 就比較少再跟姊姊吵架了 對 那個 那個密碼本啊 以前都是寫 都是寫 奶奶的壞話 每次跟奶奶 他爸爸媽媽 有時候 有時候爸爸媽媽就是 打人 然後就邊哭邊想 今天爸爸又打我 我覺得 我根本就不是爸爸媽媽 親生的 小時候就會寫這些東西 小時候就寫這些啊 就是爸爸媽媽 姐姐的壞話啊 就寫在自己的密碼本 然後長大之後就 長大之後回去看起來很好笑 就沒有再寫了 你們不會嗎 就小時候難過的時候就會寫這些字 去抖發 長大看真的很好笑 而且很多注音 又不會寫那個字有沒有 那些注音 跟筆記本抱怨 就是寫完之後就 把筆記本蓋起來就覺得 沒事不生氣了這樣 現在看起來就覺得很好笑啊 小時候就 小時候就明明就是 一些小事 然後就在那邊寫得很嚴重 我 我 我決定今天要跟我的爸爸媽媽 道別了 原來我真的不是他們 親生的女兒 打自己的女兒 打得那麼用力 所以寫這種話 真的是同言同語了 現在看起來很好笑 還在那邊道別 我小時候把媽媽媽打的人 真的打很兇耶 有時候 姐妹小事情討價 然後他們就兩個都打都不親 原因明明就不是我的錯 然後也被打了 然後就 而且是拿那種皮帶曬衣架 打真的很痛耶 小時候就是被打到大的 所以 之後覺得我可不是親生了嗎 為什麼打那麼用力這樣 就先道別 我拿到離家出走到哪裡 沒有了 沒有打算離家出走 就是 就是會寫這些東西 我也不知道走去哪裡 只罰一個怕另一個抗移 對啊 所以小時候就是這樣 被打到大 戲太多 小時候嗎 小時候就是這樣子的啊 誰不是被打到大的 但是我以後 應該不會打我的小孩 我捨不得 小朋友那麼可愛 怎麼捨得打 小劇場要從小培養 我真的小劇場很多耶 我真的小劇場很多耶 我真的小劇場很多了 因為我們長大了 用講的就可以聽得懂 聽得懂 就不太打我們了 國中之後好像就不太打我們了 爸爸你小時候拿直滴敲你解鼻子 你很壞耶 我想到就覺得好痛喔 那直滴敲鼻子是怎樣 鼻子會掉下來啦 小時候都是棍子打到斷掉是不是 欸真的 我小時候有被棍子 有被棍子打到棍子斷掉耶 超恐怖的 然後我就想說 棍子都打到斷掉了 是怎樣 是 我根本不是親身的吧 然後就開始 寫日記 今天棍子都被打到斷掉了 爸爸媽媽還不親手 我覺得 我根本不是他們親身的 所以要勒龍蕭 勒龍蕭那個也很痛 最痛是那個啊 皮帶跟水管 而且那個水管是怎樣 皮帶本來已經是很痛 那個水管是拿去剪 剪一條一條 你知道嗎 那種橘黃色什麼 剪一條一條 那他打的時候會開花 那個超痛的 媽媽超喜歡拿那個打的 真的很痛 你知道 對 打那個有時候 那個 會看到就是 血耶 就是那個血快要出來 水管那個真的很痛 你們有被水管打過嗎 很痛 那個打真的會流血 超痛的 每次媽媽那個水管一拿出來 就先嚇哭了 還沒打就先哭 真的 我們童年 我們童年很可怕耶 我們在想說 真的被打到大耶 真的很痛耶 我們兩個後來還把那個水管藏起來 不要讓媽媽再打 可是他永遠找得到啊 媽媽整理的時候 就找得到那個水管 又把我的水管藏起來 還去打 你幹藏 我跟奶奶是被打到大的 你們也是被打到大的嗎 被字典打過 字典感覺就不是很痛啊 頂多像那種 什麼 綜藝節目不是會有那種千金頂 這樣砰 掉下來這種懲罰 字典感覺還好吧耶 竹哨把的竹獅 我也有被那個竹子打過 細細一條的 那竹子我覺得還好 其實也會痛 但是跟皮帶要水管逼菜 我就覺得竹子打起來還好 所以從小養成那種抖M的習性 很悲滅耶 這竹子打還好啊 微痛而已啊 微痛 這比較起來啊 也痛但是就是 就是跟那個水管比起來就是還好 真的離家出走過 爸媽就不敢打了 不定奶奶就是離家出走過的人 但離家出走回來還是有被打吧 都沒有被打 那很好 恭喜你有個幸福的童年 我的童年真的是 我覺得我很可憐耶 我為什麼那麼可愛要被打 我沒有來 為什麼小米娜要被打 對啊 奶奶是 奶奶是身體力行離家出走 但我不敢啊 我就想我有離家出走我要去哪 我就 奶奶就很叛逆啊 奶奶就叛逆 你走 我就真的走了 我的話 我的話我想說就是 對啊 我沒有過離家出走的想法 但我 我有想過就是哪天我可能 我可能真的要跟我爸媽道別 我比較是那種生氣會自己一個人 關在房間生悶氣的那種吧 就是把媽媽一直來叫我 我都不想跟他們講話的那種 就是冷戰 不想理他們 可是離家出走 對年紀小的我不切實際啊 我又 身上又沒有錢 我出去肯定活不了啊 所以 我還是 我寧可自己關在房間 不吃不喝 但我去外面 我沒有地方去啊 我沒有想過要離家出走耶 離家出走躲在車庫裡 這樣算離家出走嗎 你還是在家裡面啊 在附近的公園就能找到Mina 我有那麼好找是不是 然後Mina Mina生氣在跑步 為出走 沒有啦 我沒有離家出走過 奶奶才是有 等一下媽媽會不會秒call in 應該不會吧 這直播播了兩個半小時 你們覺得媽媽會看完嗎 我猜她不會 你鎖門他們就說要叫鎖這樣來開門 我們家的鎖很好開耶 我們家那個鎖 好像用什麼 髮夾什麼就能弄開 用硬幣 我以前很常用硬幣開門 你們知道嗎 就是像一般的那種 家裡 家裡面的那種鎖 就是她的那個門把那邊是 就是那個門把這裡是一條的 那個用硬幣轉就可以轉開了 你們知道嗎 那叫什麼 喇叭鎖 對啊那個10塊錢一轉就開了 對啊 所以鎖不了啦 那個很好開 我都開過好幾次了 有時候奶奶生氣了 就把門鎖起來 然後爸爸媽媽就說 你去開門看一下她在幹嘛 然後我就 就把她打開 就家裡面的那個鎖啊 就是小時候 對一字其字也可以啊 一字其字也是一樣 反正就是一字的東西都能打開 廁所門跟房間門都是啊 偷開廁所門 沒事不會 不會偷開啦 就是 就是吵架的時候 鬧脾氣的時候 但都過去啦 現在 現在已經不受爸媽束縛啦 媽媽都在奧門 我可以猥瑣欲為了 猥瑣欲為 為什麼要看家人上場 不是啦 就是有時候 奶奶鬧脾氣就鎖在廁所裡面啊 有時候鎖在廁所裡面 鎖很久不出來耶 就只能強行破門啦 現在已經長大了 現在 現在 自己會做好自己 也不需要爸媽操心了 可以自己養自己了 說不定奶奶也掉進馬桶 不會 奶奶不是我好不好 會掉進馬桶的這種咪娜 拿吃了奶奶就衝出來 沒有 生氣的時候不會啊 生氣的時候就不吃啊 生氣的時候誰還會 廁所通風口可以看 其實看不到耶 看不到 好 好啦9點半啦 我已經播了兩個半小時了 本來想說播一個半小時 結果 一講就停不下來 大家明天 明天線上公演見啦 我來念一下今天的排行榜 我要保留一點體力 今天要早點休息了 來念今天的排行榜 今天的第13名是中喵 謝謝中喵 第12名是羽農 謝謝羽農 第11名是智虹 謝謝智虹 第10名是鎮人 謝謝鎮人 第9名是中癮 謝謝中癮 第8名是伯承 謝謝伯承 第7名是小千 唉唷小千 第6名是土司吉 謝謝土司吉 第5名是熊熊 謝謝熊熊 第4名 熊熊 我有開那個特效嗎 我今天有開嗎 那個特效是不是每次都要 重開一次 謝謝熊熊 熊熊居然有專屬特效 好 那該念要第幾名 第4名是KILLO 謝謝KILLO 第3名是Akira 謝謝Akira 第2名是波波 謝謝波波 第1名是今天冠名播社 羅莉郎 羅莉郎的名字到現在還在我的留言中間 好好笑 感謝羅莉郎今天冠名播出 好啦 謝謝大家今天收看我直播兩個半小時耶 我今天怎麼那麼會聊 好啦 大家明天線上公演見 明天是1點開始對吧 1點 大家 明天見啦 不要記錯時間啦 我哪天不會聊 我這麼會聊的嗎 大衛宅晚安 大家明天公演線上見 晚安囉 一鈴拜拜 櫻桃貓晚安 木啤王一城晚安 好好小雨中一晚安 秋日紅晚安 陽公公晚安 明天準備好零食 今天睡飽也還好明天一點 好啦 反正大家早點休息 然後準備好零食肥摘水 看我們的線上公演 在螢幕前面幫我們打扣 那大家明天先上見囉 那大家明天先上見囉 然後準備好零食肥摘水 掰掰 晚安 晚安